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腔调说话 土财主这个定义要怎么来确定啊 要说咱们和昌州 昆湖这些城市比肯定不是 就算是和清溪 贵平这些比也都差不少 但是如果和两年前的宋州比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些底气的 卢伟民眨巴眨巴眼睛 今年的财政状况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 这一点我可以确信 税收和非税收收入都会有很大的提升 这还是我们市里和曲线分成比例比较低的情况下 但我想我们技术大了 是当让利给曲线 也能带动曲线在很多工作上的加大投入吗 看见陆伟民气定神贤的模样 秦宝华也有些好奇 他来宋州之前 也是对宋州的情况做了一番了解的 外面对宋州的评价 王好了说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破船也有三千钉 王坏了说就是打肿脸充胖子 死要面子活受罪 还沉浸在过去的辉煌里不能自拔 当然也说去年宋州招商引资有了几个大项目 有了一些起色 但是几大项目对偌大一个宋州市能起到多大作用 秦宝华还是持怀疑态度的 不过他来宋州之前 也就知道宋州陆卫民是个妖孽级的人物 无论是在丰州还是宋州 在搞经济上都很有一套 但是妖孽到何种程度 他还不太了解 只不过在走了几个曲线后 秦宝华就已经深刻感受到了陆卫民 在几个经济发展较好的曲线中的影响力 除了苏桥和隋安外 陆城和陆西这两个区 秦宝华感受特别深 卫民啊 我看你是没有给卫市长焦点让他放心呢 所以卫市长才当土财主 捂着腰包不松 你要给卫市长吃颗定心丸 我想卫市长肯定不会当这个恶人的 秦宝华笑咪咪的道 特 宝华书记 您就别给我上演药了 要不卫市长又要在常务会议上批评我穷大方壮阔了 但我得说呀 今年的财政状况可能会比预想的好 苏桥和宋州不说了 华达钢铁项目今年启动起来 它的几个附属关联企业也要正式开始运营 我估计苏桥今年的GDP翻一翻是没有问题的 财政收入这边估计也差不多 按照市里面关于华达钢铁项目水收分成比例来说 我们市里仅此一项增收七八千万应该问题不大 虽然风云通讯略少 但是按照分成比例 市里增收个三四千万还是有把握的 贱同云松 卫行侠和秦宝华都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陆卫迷也不想藏着掖着 当然 这只是一个预期 我更看好陆西和陆城 陆城的纺织产业已经形成了气候 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 除了新陆山集团外 太平纺织 大川纺织 也和新陆山集团打成了战略联合体 这样可以利用新陆山集团自备电厂的富裕电力 减轻成本压力 除了这两家企业外 还涌现出了号称五朵金花的五家纺织企业 其中一家是五纺布 产值今年有可能要突破千万 陆城这几家企业都颇有后劲 估计这几年会迎来一个快速的发展期 陆西的情况是我最看好的 甚至比苏乔和隋安都更看好 陆伟民这一句话 让三人都有些变色 比苏乔和隋安都还好 见三人的表情 陆伟民知道这三个人理解差了 赶紧解释道 我不是说陆西的经济总量 能赶上苏乔隋安 而是觉得陆西的产业更具成长性 苏乔和隋安的产业从目前来看都稍显单一 但是陆西不一样 陆西的服装鞋帽 小视频 体育用品 户外用品等特色产业 小有规模 而且发展速度极快 现在物流业也有了新动作 黄文旭和玉波他们正雄心勃勃的准备把陆西打造成 华中小商品交易中心和物流基地 我很赞同他们在这方面的构想 这也是我们宋城打造成为昌厄丸结合部和长江中下游结合部中心城市的重要一环 未来的陆西不可限量啊 同样 宋州也不可限量 陆伟民话语中的斩钉截铁 让同云松和卫行侠都有些心持神往 他们也算是一步一步看着宋州这么一年多时间来的巨大变化 陆伟民从不空口夸耀 但是说出来的话却绝对要兑现 新路山集团的整合重组就是一个典范 当初没有多少人看好一家乡镇集体企业来吞并四家规模相当于他们几倍的国有企业 但是新路山集团却异口吞下 吞下 消化 复苏 振兴 虽然中间还是出了一些小问题 但是比起其他地势国有企业改制带来的震荡 已经要平和许多了 而其产生的效果也同样更让人振奋 宋州市去年经济增速达到了创纪录的百分之十八点六 GDP达到了一百二十一亿 即九七年 宋州经济平稳回升之后 迎来了一个较快速度的发展 再度超越了九七年 以一亿之差超过了黎阳 重新回到了全省第八位 这可算得上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了 从九零年 宋州经济步入低谷 每况愈下之后 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两个地势超越宋州 将宋州在省里十三个地区的经济排位 挤下个一两位 开始是昆湖和清西 然后就是贵平 在后面 连宜山和普明都实现对宋州的历史性超越 洛门在1995年实现了对宋州的超越 并在96年把距离拉大 而黎阳也在96年完成了对宋州的超越 宋州从最初的全省第二 一直下滑到了96年的全省第九 去年 黎阳的经济增速只有10.4% 而宋州则依靠着华达钢铁和风云通讯两大项目落地开建 带来的关联效应 建筑产业产值大幅攀升 再加上风云通讯在去年最后一个季度的顺利投产 使得宋州经济在第四季度迎来了一个暴危 所以实现了对黎阳的反超 如果不是洪水影响 增速绝对可以达到20%以上 同云松和卫行侠都清楚 陆伟民在其中发挥了多大作用 而今年 西宋高速公路建设全面启动 宋仪高速或者宋秋高速中的黄宁至夜城这一段 如无意外也会在下半年启动 按照陆伟民的说法 黄宁至夜城至笛岗之间的高等级公路互相连通建成 将会使得黄宁至夜城至笛岗之间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区 经开区 宋城区 以及叶和县的工业集中发展区域 都将通过这一区域互联互通融为一体 这将成为宋州新的经济增长区域 宋州新的城市规划建设也要启动开建 可以说 今年建筑业产值又会迎来一个迅猛期 同云松和卫行侠都可以预见得到 今年宋州的经济增速绝对会在长江一枝独秀 基础设施建设和大额投资拉动建筑业 以及相关的建材运输等产业增长 而华达钢铁和风云通讯 今年更是全面投产 钢铁和通讯产品的高产值 高附加值 加上陆城和陆西的纺织 服装等产业的快速发展 宋州今年在长江省 绝对会是一枝独秀 对于刚刚接任书记和市长的同云松和卫行侠来说 绝对是个好的不能再好的利好消息了 行了 你小子又在这里忽悠啊 同书记和我都是被你忽悠惯了 宝华书记才来 还不明白这家伙 死人都能被他说活了 卫行侠笑吗 呵呵 魏书记 您要说其他的 我能忽悠 在别人面前 我啥都能忽悠 但是在你们面前 我可不敢忽悠啊 这牛皮吹破了 脸上也过不去啊 好歹我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啊 连媳妇都还没娶呢 这就要说我是个大忽悠了 谁还肯嫁给我呀 陆伟明笑嘻嘻地道 哎 你还别说啊 这个你的婚姻的确是个问题啊 同书记前两天还在和我说呢 现在宝华书记也在这里 算是个书记碰头会吧 正式告知你啊 你必须尽快解决个人问题 否则你在书记碰头会上的投票权 将会被停权 这不是玩笑啊 卫行侠一本正经的道 一个连家都没成的干部 怎么能让人相信呢 怎么能为以重任呢 办公室里 几人都是一阵嘻笑 弄得陆伟明颇为尴尬 婚姻问题 居然会和书记碰头会上的投票权挂钩 这虽然只是一个玩笑话 但毕竟也是一个姿态 表明在座几人都对陆伟明的个人问题极为关心 也说明这个问题对于陆伟明来说 已经的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了 伟明啊 卫市长说的可不是玩笑话呀 而是正经话 我才来时 同书记和卫市长说你还没结婚 我简直不敢相信 这个年龄还没结婚的人 可比较少见呢 而且你这个身份 不结婚也很容易引起一些质疑的 我觉得卫市长和我 都是以一个同事的角度来提醒你 应该及时考虑婚姻问题了 秦宝华也正色道 不知道你是挑花了眼呢 还是真的眼光太高了 需不需要我在省委或者昌州市里 替你介绍一个呀 或者我们宋州 就找不到一个配得上你的女孩子了 陆伟明赶紧抱拳求饶 哎呦 宝华书记 口下留情 我知错了 尽快改正还不行吗 伟明啊 这可是你说的 这可是你说的 今天可是我们三个都在 一言即出 如白燃燥啊 可不能又给我们无限期的拖下去 啊 今年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结果了 童云松也接上话 态度坚决的道 知道了 童书记啊 咱们别岔开话题 继续咱们的经济话题吧 陆伟明头大如抖 赶紧继续先前的话题 秦宝华到了 宋州市委中 市委书记和三名副书记都到了 已经具备了一个班子碰头会的架子 不过显然几人都无意开成正式的书记碰头会 而是继续原来的话题 刚才童书记说到了三农问题 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曲线来说 相对还要好一些 但是对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几个县区来说 那就比较现实了 陆伟明继续先前的话题 西塔 泽口 紫城 是三个典型 叶城和猎山次质 如何来根据这几个县区的特点 来实现经济上的突破 这也就是我们现在需要认真研究思考的问题 我和谭伟峰谈过 他的想法比较符合势力的意图 全力靠西打造黄宁至笛港 至叶城的黄金三角区 笛港建设临港工业园区 依托笛港的深水码头博位 来建设笛港工业和物流运输业 我觉得这很有些看点 在农业这一板块上 谭伟峰的想法是建设蔬菜基地 我觉得这需要认真研究 蔬菜基地的建设不能着眼于我们宋州 甚至昌江 最起码也要考虑辐射临近的省份 才能有一个比较大的规模化生产效应 这一讨论就是一个多小时 陆伟民和秦宝华离开同云松办公室时 已经快要下班了 伟民啊 广德之取的修缮问题上 我考虑了一下 市里面可以考虑适当地增加一些投入 但是三百万是高了一点 两百万到两百五十万比较合适 你看这办 倒是西塔紫城中低产田改造项目上 农业部和省里配套远远不够啊 市里面可能考虑出一部分 不过你再去看看 能不能再找一找夏书记 夏书记刚从农业部里出来 部里面的关系肯定也还有 看看能不能多为咱们西塔和紫城 中低产田改造多争取一些资金呢 卫行侠站在门口 没有离开 显然还有事情要和佟云松商量 所以专门出来叮嘱陆伟民 哦行 我找一找夏书记 多争取到一分算一分 给谁都是给 给咱们宋州也不亏呀 陆伟民笑着应承下来 秦宝华和陆伟民离开佟云松办公室 走到他自己办公室门口 陆伟民在市委这边没有办公室 杨永贵的办公室虽然疼出来了 但是陆伟民觉得自己主要工作还是在政府那边 所以这边的办公室就没有用 让市委自行安排 他自己还是在市政府那边办公 诶 卫民啊 你还没来过我的办公室吧 进来坐一坐 秦宝华用钥匙打开门 微笑着道 好啊 我来市委这边时间不多 习惯了在市政府那边 陆伟民笑着点头 秦宝华的办公室装修得很雅致 很有个人风格 墙上悬挂着一张正板桥的竹 当然是模本 书桌上有一个根雕艺术品 是一个农民老汉背负米袋 埋头前行的造型 农民老汉面部表情十分生动 每一丝皱纹都细致入微 鸡肉更能通过张力展现出来 唯有大班椅背上 一个颇有女性化的素色小铐垫 才显示出 这是一个女性办公室 陆伟民坐下 秦宝华又随意问了问陆伟民 来宋州之后的感觉 弄得陆伟民很有点 自己才来宋州 而秦宝华是老宋州的感觉 哦 宝华书记 宋州的情形也就这样 可能比你最坏的考虑要好 但肯定比你最好的预想要差 但是我觉得 宋州应该是处于一个极具变革的时期 经济的快速发展 必定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变化 我们一方面要不断消化 化解这种变化带来的一些负面因素 同时呢 也要适应这些变化 带来的新迹象 新气息 去年国企改革才算是走出了第一步 今年市里面还要有几家国企 面临着改制的巨大压力 所以任务很重 好在去年的一些积淀 会让今年财政状况有所好转 财务上充裕一些 可以使市里面能够在应对国企改革中 那些难以适应企业改制后的职工群体时 在各方面多给予一些补偿和帮助 秦宝华最为关注的也就是这一点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 原创录制 小说 关道无强 作者瑞根 演播 左右 年初的常委会上 市里面确定了要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 但是国企改革必定会带来很多不稳定因素 新路山集团的组建化解了四大纺织企业瓦解 带来的巨大冲击力 但是其他企业不一样 有些企业可能就会直接破产 有些企业可能会被外来企业收购 甚至转型 有的企业就是被直接兼并 职工可能就要离开企业 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些突然被抛入社会的工人们的生存和不适应感 他们中不少人已经是四五十岁了 现在让他们重新就业 甚至可能进入一个陌生领域 特别是在国有企业中习惯了一切包办的环境 现在陡然改变 他们怎么来适应 怎么来让他们学会适应 市里面的在就业中心已经建立起来了 在就业培训学校我也去看过了 说实话 我不太满意 培训条件太简陋 而且门类也太简单了 如果今年真的要像去年那样推进企业改制 可能就会有成百上千的工人 陆陆续续失去自己的工作 走向社会 在就业中心为他们提供招工信息 在就业培训学校 为他们提供就业培训 我觉得做得很不够 秦宝华毫不讳言 对在就业工作上的不满意 这项工作 市委确定由他来负责主抓 陆伟民协助 这使得他压力很大 尤其是去年新陆山集团兼并四大纺织厂 一万多职工的生计问题 最终在卫行侠和陆伟民联手之下 算是稳定了下来 当然 这主要是新陆山集团 本身就是一个急速扩张的企业 需要这些熟练劳动力进入 只不过把这些企业职工身份进行了变化 市里面给予了一些身份改变的补偿 而现在不一样 今年的国企改制计划中 不少企业可能就会直接破产 或者被外来企业兼并 职工很多都不得不接受 买断功龄 这一相当残酷的现实 那么为这些职工提供较为充裕的就业渠道和就业技能 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他知道陆伟民这家伙脑瓜子很好用 在这个问题上 他很想听一听陆伟民的意见 宝华书记 您说的没错 在就业中心和在就业培训学校也是才建立起来 以前没有什么经验 都还在摸索之中 今年是离在就业局面比较严峻 压力也很大 所以这就要求在就业这一块的工作要有新思路 我觉得在这两方面 我们可能都要有一些新的动作出来 比如在在就业信息提供和确保在就业签约几率问题上 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在就业信息 面向更多的私营企业 同时也可以搞一些 类似于创业类的经验技巧交流活动 陆伟民的话让秦宝华没风移动 都说这个陆伟民绝才经验 看来不假呀 至于说就业技能培训 我没有太多的办法 但是我有一条建议 像日后那些市里的公益性岗位 也就是说对技能要求不高的公益性岗位上 可以优先考虑面向这些人 另外我觉得随着目前机动车增多 对于驾驶人员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如果新增一门驾驶技术培训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技术 我相信掌握驾驶技能 能够在短期内为这些就业者的在就业竞争力提升不少 99年还不是私家车人满为患的时代 有个驾驶技术只要愿意干 基本上都能找到一个工作 而且收入都还不错 如果愿意自己找点钱 买辆车摆码头开出租 这一类的活也能挣钱 只是唯一的问题 就是要从学习到拿到驾驶证 花销不小 秦宝华当然也知道这一点 大感兴趣 蒙追问道 为民要帮助这些失业者 培训驾驶技能恐怕不那么简单吧 当然 这肯定没那么简单 话说回来 也就是市财政要拿出一部分钱来补贴 陆卫民笑了笑 我的想法是 由市财政公安交警支队出面办一个驾校 只收培训的成本费用 用来解决这些下岗职工的培训 只要下岗职工愿意来 都可以学一门驾驶技术 另外在就业培训中也可以考虑扩大汽车和摩托车修理这一类初级技术 随着摩托车和汽车的日益普及 对摩托车和汽车的修理需要也会大量增加 学会这个技术也能够自己创业 或者谋得一门生存技能 陆卫民的建议让秦宝华非常高兴 嗯 卫民 开办驾校这是个好路子 只收成本费 而成本费则由市财政进行补贴 只要在在就业中心取得了下岗证明的职工 都可以享受到这一优惠政策 我相信这一条肯定能够得到广大下岗职工们的欢迎的 陆卫民心里嘀咕 当然会大受欢迎了 这相当于节省了好几千块钱呢 在宋州要办理一个C照 现在在普通驾校 市里最起码也得将近两千呢 如果是B照 那就得超过两千 对于这些下岗职工们来说 无论这个技能能不能让他们找到工作 都是实惠的 报华书记 其实对于下岗职工来说 解决他们的就业困难 最好的办法 就是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和加强他们的就业技能培训 双管齐下 而前者是基础 是关键 只有不断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让下岗职工们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出路 而作为政府 要做的不是自己去创造就业岗位 而是要创造和培育一个最佳的投资创业环境 吸引更多的外来企业和资本来落户星夜 鼓励我们本地的人才和资本大胆创业 只要把软硬环境培育好了 那么咱们宋州就会像一块磁石 吸引本地和外地的项目资本源源不断的涌进来 秦宝华对陆卫民的观点点点头 认可 虽然他对经济工作不是很擅长 但是建威之助 很清楚其中的道理 嗯 魏敏娜 我先前也听到了你和同书记 魏书记探讨经济工作 这一段时间我也跑了咱们市里的几个曲线 感觉咱们市里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 苏乔 随安 还有陆西 这些曲线发展得很快 但是像泽口 西塔 紫城 这些线份却一直不见起色 我也和这些曲线的干部座谈探讨过 原因固然很多 但是我却总觉得这里面的缘由 恐怕不完全是客观条件的缘故吧 秦宝华这番话可谓问得有些尖刻犀利了 让陆卫民一时间也觉得有些不好回答 好一阵后 陆卫民才缓缓道 呃 宝华书记 这个问题怎么说呢 应该说一半一半吧 我只能从我分管的工作这个角度来谈一些看法 的确 西塔 紫城 泽口 这些线份条件不太好 经济基础也略逊于像苏乔和随安这些个线份 本身底子就薄 如果还要没守成规 按部就班 那么你永远只能跟着别人走 而且会被越甩越远 因为人家本身就有优势 而一步领先也就可能步步领先 你永远无法改上别人 倒不是说这些班子的领导就比其他人差了 但是你要想改上别人 那么你就要比别人更优秀 这是我的观点 见秦宝华若有所思 陆维明知道 自己的话对对方有些触动 这个女人来宋州看样子也是想做些实事的 所以陆维明也不想掩饰什么 事实上 不仅是西塔 紫城 泽口 表现不佳 像宋城和沙州的表现也一样不尽人意 甚至还不如那几个县的 只不过他们是市区 经济总量摆在那里 一时间看不出什么罢了 只不过你对比一下他们的经济基础和区域位置 再看看他们的经济增速 就知道我们诠释第一季度 经济增速为什么会在苏桥 隋恩和陆锡 这些县份都突破了90%的情况下 却只有60%不到 这两个区的经济总量 97年占到全市经济总量的三成半 但是98年 这两个区经济总量只占到了两成多一点 几乎下降了一成半 两个区从97年全市排行第一 第二滑落到了第五第六名 被苏桥 隋恩 陆城 以及陆锡超过 正因为宋城和沙州这两个区经济增长乏力 才会使得我们宋州全市经济增速 无法更上一层楼 秦宝华猝起眉头 卫民 你的意思是 宋城和沙州比西塔 紫城的情况更不好 也许是我的期望太高了吧 宋城和沙州的条件摆在那里 还有经开区 如果这三个区真正启动起来 应该说 梅苏桥和隋恩的系 但是现在 我觉得宋城和沙州 以及经开区 似乎没有找到 合适自己的方向和路径 有点迷茫 陆卫民笑了笑 秦宝华也玩耳一笑 他隐约听说 陆卫民对经开区和宋城区的发展 最为不满 宋城区去年经济增速 只有4.2% 虽然说有洪灾影响 但是仍然无法完全说得过去 而经开区也一样 虽然经开区的经济增速 有12.6% 但是这是经开区啊 按照陆卫民的说法 经开区 在没有其他行政工作的祭拜下 经济增速低于30% 那就是失败的 虽然这有点偏激 但是却并非没有道理 没有其他区线的各种行政事务 所有的精力 就是放在招商引资和发展经济上 如果你还要和其他区线 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比拼 的确有点说不过去啊 宋城区委书记艾文衙 秦宝华也接触过 但也说不出什么来 是一个相当平和的角色 但是按照陆卫民的说法 平和 某种意义上来说 就意味着平庸 而对于宋州首屈来说 平庸显然是难以知其 宋城的扛其位置的 和陆卫民的观点不太一样 朱小平对艾文衙的评价 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一点 秦宝华在和朱小平的意见交换 过程中已经了解到了 看样子 陆卫民这个新任副书记 和朱小平这个新任组织部长 在很多问题上 看法还是有较大差异的 这也是秦宝华需要综合平衡的 在自己这个分管党群的副书记 和组织部长 都是新来的情况下 秦宝华更需要了解 同云松和卫行侠的看法 观点 陆卫民的态度 已经从某些方面上 露出了端倪来 但他还不确定 陆卫民的观点 是否就代表了 同位二人的观点 还是只代表了 某一个人的想法 自己还需要进一步落实 为下一步 宋州干部调整做准备 秦宝华如是想 陆书记 您可是真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呀 我们市局刚刚想要办个驾校 本来是想要寻找一个 解决市局基建资金不足的渠道 您这么一来 我们还有啥想法呀 我怕我回去之后 要被戳几两骨了 沈君怀叫苦不迭呀 头摇的跟波浪鼓一样 得了啊 少在我这里叫苦 是公安局那点底细 我还不清楚啊 我不是说了吗 办驾校势力支持 也不是说让你们做亏本生意啊 成本费用是财政给 你们交警支队 可以把驾校的规模搞大一些吗 又不是只让你们驾校 只接受下岗工人当学员 其他人一样可以收吗 怎么就这点替市里分忧解难的工作 都做不下来呀 陆伟民不耐烦的摆摆手 这事我已经替你们公安局和宝华书记说了 胸脯都拍了 你不是打算让我在宝华书记面前食言而肥吧 沈君怀苦笑着咧咧嘴 不知道怎么回答 你们市局党委那边 你觉得不好交代 就推到我头上来 就说是我陆伟民表的态 让他们要骂就来骂我 陆伟民气横横的道 谁有意见 来找我提 我席而攻听 嗨 得了 陆书记 您这是以示压人哪 谁敢来提呀 旁边的周宿泉笑咪咪的道 沈君啊 我觉得这事可以答应 不过我们市局修行政大楼和干警宿舍 市财政那边可得要支持一把呀 别的不说 土地化博上总得给咱们一点优惠吧 瞧瞧啊 聚会 你这个局长当的还没有老周这个副手脑挂子灵活 老周都会考虑啊 立马就把主意打到市里面来了 哎 老周啊 我看你当这个副局长取财了呀 你应该去财政局当局长才对呀 陆伟民没好气的道 嗯 也不是不可以 陆书记 老黄现在是市长助理 财政局长迟早也要卸任 老周完全没有问题呀 不过 我可是舍不得呀 沈君怀波澜不惊的道 陆伟民似笑非笑的瞥了沈君怀一眼 慢吞吞吞的道 哼 聚会 不用在我面前演戏 你想把肩上的担子交给老周 那你也得先把你的常委身份搞定了以后再说 自个儿该怎么办 看着办 别一天只顾着埋头拉车 不知道抬头看路 陆书记 您这话我可就听不懂了 沈君怀装啥 正法委周书记那里 你去过几次啊 你好歹上任了有几个月了吧 我怎么没见你去昌州几回啊 陆伟民轻轻地哼了一声 周书记那里跟组织部提一提 比我们宋州市委说话管用几倍 哪有政法委书记还不是常委的 就算是要考验你沈君怀 那也都三个月过去了 差不多了吧 可你要不去提醒 人家省委组织部 没准就真能得了健忘证呢 陆书记 工作上我该汇报的都汇报了 总不能没啥事老往省里跑啊 那周书记还不得认为我这个新上任的政法委书记 有点扛不起担子呢 沈君怀摇摇头 含笑委婉地道 事实上 陆伟民找过方国刚和贺锦州 方国刚那边说先放一放 会考虑的 贺锦州那里却直言不讳 说沈君怀担任政法委副书记 时间太短 这骤然又接任政法委书记 要解决常委问题 需要一个过程 让陆伟民耐心等待 人家的话说的很有道理 但是陆伟民却知道 这个道理一说 要看怎么来解决 真要有个有利人士 从中说何 那也就是一个程序问题 不可能让沈君怀这个政法委书记 一直不进常委啊 除非沈君怀这个政法委书记不长久 原本陆伟民打算去找找周少游 但是后来考虑再三 还是觉得不太妥 他和周少游的关系不算太熟 沈君怀这个正牌政法委书记 都没有着急 自己一个现在并不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 去帮忙说下 显然不太合适啊 最起码也应该是沈君怀 自己先去运作一番之后 然后自己帮忙 施使劲 那才是正理啊 但是沈君怀在这个问题上 显得有些懒散 或者说不那么上心 这让陆伟民也是很沮丧的同时 也有些佩服沈君怀的诞人 最起码 对方在这方面比自己要强 不敢说是视功名利禄为分土吧 但最起码 能保持他自身的气节 风范 不至于为了升官 就丧失了自己的底线 陆伟民并不认为 主动去找周少游汇报工作 就有什么不妥 只是沈君怀要这么坚持 认为这有点沉昧的味道 他也是无奈 只能敲打一下沈君怀 让他明白 主动汇报工作 并不意味着 就是向谁输成效忠了 工作上该怎么还怎么 这只是一个姿态而已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原创录制 小说关道无强 作者瑞根 演播左右 剑审君怀不愿意多提这个问题 陆伟民也只能摇摇头 人各有志 你认为无关紧要的 也许人家就觉得 这是自己最真实的东西 你不能强求别人 都和自己的观点一致 君怀啊 你自己把握吧 我相信你能处理好 陆伟民淡淡的道 对了 市检察院那边后续的案子 处理的怎么样了 进度比较慢 我和唐孝说了 但是因为牵扯人员比较多 从去年到今年 陆陆续续 又有一些线索 发现 或者是省纪委 市纪委 移交给唐孝他们的 杂七杂八 有些都是一临半爪 还需要慢慢的完善证据链 是法院那边 现在对审理这一类案子 现在也要求的比较严格 在证据上 原来马马虎虎就过去了 现在不行了 光是口供就欠火候 容易在亭上翻供 所以要求形成证据链 在这一点上 我倒是很赞同 法院那边的观点 既然要办 就要办成铁案 不能让人说三道四的 只是市检察院这边 工作量就有点大了 沈君怀说起工作 立即就进入了状态 陆维明也知道这个情况 从省里双规美九龄之后 美市家族的成员 陆续有牵扯进去的 而这又牵扯 更多的官员干不进去 有不少 省里就交给市纪委处理 郭月斌那边忙得不可开交 从公安那也戒掉 甚至就是直接 调到了市纪委那边不少人 市纪委那边调查到了一定程度 就移交给市检察院 市检察院人手不够啊 就从各区县检察院里抽人 听说纪永强 也差点抽调到市检察院 但是纪永强本人不太愿意去 所以还是留在了陆西检察院 老渝到市检察院之后 唐孝的压力就要小一些了吧 陆维明笑着 嗯 老渝去了 把批捕 公诉 这一块基本上接过去了 唐孝的主要精力 就放在了反贪毒这一块了 他也知道 现在这个时段 哪样工作是重心 不过光是他一个人重视也不行啊 巧妇难为五米之锤 还是得有下边人给他撑起来才行啊 我估摸着他得忙碌到年底去了 沈君怀解释道 于长松升任市检察院副检察长 很难说陆维明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 不过于长松后期和陆维明来往倒是多了一些 这倒是真的 这一点沈君怀和唐孝也很清楚 所以在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的人选上 是不是就有了一些倾向性 也就很难说了 我估摸着很多人也是真希望检察院和纪委他们能够一直忙碌下去 只要他们一忙碌下去 隔三差五的找人去 一去就不回 再等一段时间 就是双规 读职 然后就是进入司法程序 这位置一个接一个的空出来 又给大家多了几分念想啊 你说是不是 很多人都期盼着这样呢 陆维明嘴角挂着一丝笑容 开成玩笑 沈君怀和周肃权都笑了起来 陆书记啊 这话可不能这么乱说啊 把我们领导干部的素质 说的也太差了 再怎么 大家也希望通过公平竞争来晋升 不至于把大家心态想得那么龌龊 我没说他们心态龌龊不堪啊 我只说了一个现实 进去一个人就会空缺出一个位置 你看看 这一年来我们组织部门考察干部的力度和频率 是不是比前些年要大得多呀 难道不是有这个原因在里面吗 陆维明坦然道 谁也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但这却是我们宋州的现实状况啊 沈君怀和周肃权都漠然无语 陆维明所说的的确是事实 从97年到现在两年时间 宋州市县两级落马的正处以上干部 已经一双手都数不过来了 从最初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马德明开始 副厅级干部就有马德明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敏之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徐忠志 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庞永冰 到最后落马的市委副书记杨永贵 再加上前任市委书记 时任省人大副主任的梅九龄 可以说前一届市委班子里 能够最终善终的屈指可数 除了黄俊卿和谷敬恩 和不可能参合的军分区领导 算是成功度外 其余的纷纷落马 正处级干部那就不用说了 从最开始的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王宗义开始 苏乔县委书记杜双渝 市广电局局长贝海威 市公安局前任班子里就有三个 林林总总 正处级副处级干部 这两年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 就有二三十人 想一想都让人不寒而栗啊 这当官也成了高风险人群了 见沈君怀和周肃权 一时间都没有说话 陆伟民接上道 心中无冷病就不怕吃西瓜 你既然敢做 那就得有点扛起的胆量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我希望纪委和检察机关就能起到这个天网的作用 尤其是对我们的干部 最重要的不是打击 而是震慑 要和我们的监督机制 形成一个有效的遏制机制 只有越是打击的有效有力 做到身手必被抓 才能越让那些人从心存侥幸之心 变成心存敬畏之心 心存侥幸 便心存敬畏 沈君怀和周肃权 都默默地咀嚼着这句话 这就是既检检察机关 和检察机关的作用 见气氛有些沉闷下来 卢为民摆摆手 好了 聚怀 苏权 我这话也都是老话套话 事实上 大家在上任之初 也都是想要干好工作 做一番事业 往往就是在手握重拳之后 又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 才会导致这些人堕落 这其实和我们现在的监督机制 有很大关系 同时 也和我们纪检 政法机关的主动出击能力 有关系 香港廉镇公署 为什么就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 起到让黄河水清的绝佳效果呢 并且能够一直维系下来 也和他们这种独立办案 不受外界干扰的机制 有很大关系 我们的纪委是党委领导下的机构 受到同级党委的领导 所以在很多工作上 就会受到约束 检察机关名义上是独立办案 但是 却也一样要受到党委政府的影响 党的领导要不要 肯定要 而且要加强 但是党的领导体现在什么上 我个人认为 是政治领导 也就是说 是方向领导 导向领导和组织领导 确保方向不偏 组织不散 而不是过问具体案件 所以怎么让纪委 检察机关 既要实现党的政治领导 又要做到摆脱现实束缚 高效率的实现独立办案 这也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的话题 对于城市信用社和农村核心会的问题的解决 陆伟民还是颇有信心的 虽然这可能会给今年的经济工作带来一些影响 但是在前期做了充分准备工作的前提下 陆伟民认为这种影响可以化解到最小 至少相对于省内的其他地势来说 陆伟民可以很负责任的拍拍胸脯 宋州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做得最好的 而解决了城市信社和农村核心会的问题之后 宋州的整体经济将会迎来一个最美好的黄金发展期 当然对于各区县的影响也不平衡 像苏乔隋安这两个县由于经济基础好 再加上这一年多以来经济实力迅猛发展 财政税收也迅猛增长 而前期对于合金会的清理整顿 也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工作 所以基本上合金会的清理整顿 对这两个县来说都是影响很小 像宋城沙州这些主城区来说 合金会本身规模就不是很大 所以影响也不大 但是对于陆城陆西这样的乡镇企业和私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来说 那影响就比较大了 好在陆城和陆西的财政收入这两年增市很忙 也能吃得消 而其他几个县份 财税不足 合金会经营状况不佳 要想整体并归到农村信用社 那就必须要达到政府设定的一个标准 而达不到 那就只能由政府财政来融资解决 虽然在佟云松和卫行侠面前拍了胸脯 但是到真正解决问题的时候 陆伟民还是感觉到压力不小 压力来源于各区县为了解决合金会 而向市里的借款问题 省里只同意了市财政 向省财政借款三个亿 而剩余部分则由市里自己负责解决 看到黄欣林搓着手 走进自己的办公室 陆伟民就知道 对方又太上棘手事了 说吧 又在哪掐住了 陆伟民抿了一口茶 摆摆手 示意黄欣林直接说正题 陆夕和叶和提出来的方案 和我们设定的标准差距有点大了 玉区长和黄县长都不肯走 黄欣林的搓手变成了搓脸了 和这帮县态爷们打交道 也真是个劳神费心的事 这帮家伙耍起无赖来 比那些个社会上打烂仗的痞子 丑把差不多 差距有多大呀 陆伟民知道 在关于各区县借款的问题上 市政府早就研究过了方案 确定下来了具体数额 但是 卫行侠又私下里告诉陆伟民 这个定下来的数目 只是一个基本标准 具体操作怎么操作 还是由陆伟民和黄欣林来掂量 前提是 各区县今年的发展大局 不能受到太大的影响 要把这份影响缩小到最低 陆伟民当然知道卫行侠的意图 今年是卫行侠担任市长的第一年 准确的说还是代市长呢 要到年末才能正式当选市长 今年宋州的工作 尤其是经济发展上的表现 对于他来说至关重要 同样 维系与各区县的关系也很重要 若是这年末选举上表现不佳 这无疑会对他的威信有很大影响 倒不是说能不能出现选举不上的问题 而是能不能高票当选的问题 经济表现不佳 或者各区县认为厚此薄彼不公平 这闲言碎语一出来 形成了舆论 肯定会对人民代表的态度有影响 反正都是无计名投票 投你不投你也就那样 讲政治觉悟的人当然没啥 那些不讲政治觉悟的 觉得你歧视他们了 偏心眼了 没准就投你个弃权票 这种情况多了 肯定会对卫行侠的颜面有影响 所以陆卫民也能理解卫行侠的心思 若是五百一千万也就罢了 可玉波张口就要增加三千万 黄桂棠也说必须增加到四千万 说少一分都不行 没法过了 黄心林有些局促的道 刚才他和玉波还有黄桂棠都分别谈了 但是效果不好 这也可以想象得到 自己这个市长助理和这些地方诸侯比起来 想要把他们横住 还缺点火候和威望 这两个人都耍横 撒泼血无赖 死活不肯走啊 都说就这么回去了 无法向驱离县里交差 还不如就赖在市里了 对这俩人 黄心林也是无可奈何 都是一方地头蛇 而且原来也有交情 也不可能撕破脸呢 陆伟民太阳穴突突一跳啊 有些生硬的道 少一分都不行 我们欠他们的 这不是吃屎的 把饿的屎都给横住了 听得陆伟民说粗话 黄心林也有些好笑 陆书记 这也可以理解 陆西今年的势头很好 他们驱离也是雄心勃勃 可这合金会议清理 不但断了驱离企业的一条融资渠道 而且也让驱离财政能支配的钱 少了一大截 陆西今年可是口口声声 说经济增速要进全市前三甲的 做三望二的姿态 那是摆足了的 陆伟民扑斥一笑 今年他们还不行 苏乔隋安今年才开始真正发力 陆西是靠企业群体效应 但是缺乏支柱企业 这有点吃亏 但是我更看好陆西 陆西的产业成长性更强 而且抗风险能力也很大 当然这也只是相对的 苏乔和隋安 现在可以依托滑塔钢铁 和风云通讯 但是如果过于倚重 那反而就是害了他们自己了 单打一的风险太大了 把一个地方经济 吸引于某一家企业 或者某一个行业 都是很危险的 叶河那边的情况也比较具体 他们今年在基础设施建设上 框架构想很大 看样子 黄宁到敌岗 到叶城 这个黄金三角区的诱惑力 让他们无法抵御啊 所以他们想先行一步 抢占先机 拿谭伟风的话来说 不能让别人把肥肉先吃了 这解决合金会 肯定会让他们手中 可支配的资金少了一大截 所以黄桂塘不愿意 黄新林解释道 行了 哪家没有客观原因呢 都来狮子大张口 市里怎么办呢 新林啊 你知道 卫市长是给了那么点 激动资金的 但是能经得起 这些虎狼的糟蹋吗 地主家也没有多少余粮啊 陆卫民最后悠悠地来了一句 陆书记 咱们实话实说 这可不是糟态啊 陆西和叶和都是用在了正道上 他们也的确有难处啊 黄新林叹了一口气 说道 现在各区县竞争相当激烈 尤其是在童云松 卫行侠这二人搭成班子之后 已经隐隐流露出 要清理门户的架势 卫行侠多次在会议上提到 各区县各部门 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 对那些站着位置不拉时 失位素参的角色 该下就下 该撤就撤 虽然是说给各区县各部门的领导听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其实是说给在座的人听的 童云松每一次开会 都是最后发言 而每一次讲话都言必称增速 经济增速 财政收入增速 吸引外资增速 固定投资增速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速 这几个数据 翻来覆去 就是念叨这几大增速 对比宋州和省内其他地市 对比市里的几大曲线 这时候是各个区县领导们最难受的时候 尤其是几个经济发展乏力的区县领导 更是如坐针毡 而且还不敢走 如果敢以打电话或者上厕所的方式偷跑 那绝对回来是要挨K的 下面有不少区县领导 私下里都给童云松 取了一个增速书记的绰号 足以说明 童云松对经济工作的看重 这种情况下 各区县无不为自己的经济发展 卯足了劲的实力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也是情理 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灵呢 看来你很同情他们呢 陆伟民瞥了一眼黄心灵 那西塔 泽口和紫城来 你打算怎么办呢 陆书记 这需要根据情况而定吧 虽然西塔 紫城这些现份也很困难 但是这是借钱 不是拨钱 要偿还的 你拿多了去 大手大叫花了 明年后年你拿什么缓呢 还有 你拿去干什么用啊 他们的合计会欠款规模 远不及陆西和陆城 这些个曲线呢 黄心灵不以为然 叹了一口气 陆伟民摇摇摇头 没那么简单 有些人心色不是这么想的 他们只会想这会儿拿回去 自己手里宽裕 至于怎么用 我怕有些人心里压根就没数 糟蹋了也就糟蹋了 反正都是公家的钱 实在不行 拍拍屁股走人了 你还能怎么着啊 陆伟民这话让黄心灵 哑口无言 这话并非没有道理 这年头也没啥追责机制 只要没有揣私人腰包 用在工作上了 怎么用谁还来管呢 算了 谢林娜 你把玉伯和黄二赖 一个一个给我叫过来 我和他们说 陆伟民揉了揉太阳穴 再度叹了一口气 又是一个费神 费口水 找人厌的活啊 先叫谁啊 黄心灵松了一口气 这活的确不好干 除了同位二人 也就只有陆伟民能干了 同位二人当然不可能了 也就只有陆伟民来当这个恶人了 先叫黄二赖吧 我倒要看看 这个二赖子到底能赖到啥程度 陆伟民呲牙咧嘴的哼哼道 黄桂堂是区县领导中有名的浑人 撒横耍赖他都行 但这家伙在夜河颇有微信 尤其是在夜河乡镇这一级干部当中 微信颇高 他本身就是从村支部书记干起来的 当过镇林业员和寄生办主任 干过乡镇企业的厂长 从乡长书记农业局长 一直干到副县长 副书记县长 是个典型的地头蛇 爱文牙在夜河工作时和他关系一般 井水不犯河水 但是谭伟峰到夜河之后 和黄桂堂处得很不错 黄桂堂走进陆伟民办公室时 有些缩手缩脚 连黄新林都有些惊讶于这个家伙的表现 黄新林也是夜河人 虽然俩人并不是同乡 但是论辈分却还排得上 在夜河黄姓是大姓 人才辈出 黄新林本来排行金字辈 但是后来黄新林自己把名字 从黄金林改成了黄新林 金字辈下边就是贵字辈 所以黄桂堂要是按辈分排 还得喊黄新林一声书呢 当然了 这只是论辈分而已 实际上两个人 一个是北边的桂堂人 一个是南边的瓦笼人 相距几十里 或许几百年前是一家 但是半点血缘关系都攀不上了 两个人没多少交情 顶多也就是在日常工作中 有所交际 但黄新林对黄桂堂 还是有些了解的 这家伙在夜河 那就是一霸呀 就是文化水平差了一点 本来只有高中毕业 后来工作需要 读了一个寒寿大专 不少人劝他再去弄个本科 都被他拒绝了 说只有这水平 大专到顶了 没必要再去弄那么个虚名 看有点个性 这家伙原来走上泉志 和同云松办公室 虽然也是规格局局 但是却不像现在这样 有点缩手缩脚的味道 这让黄新林颇为好奇 怎么这家伙在陆伟民面前 就这么老实了 鬼堂来了 看见陆伟民似笑非笑的表情 黄桂堂就有点说不出的不自然 对于陆伟民 黄桂堂其实以前没有多少交际的时候 即便是陆伟民担任常务副市长之后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他也没对这位年轻的常务副市长 有多少感觉 变化出现在华达钢铁项目 来宋州之后 事实上 当陆伟民牵线华达钢铁来宋州时 艾文雅和黄桂堂都是知道 陆伟民最初的想法 是要让华达钢铁落户叶河的 甚至雷达和何坑等人 都私下先行考察过叶河的敌岗镇 实地查看了敌岗码头 博位的建设情况 但是当时敌岗基础设施 确实是相当糟糕 为此雷达还托人给县里面带过话 说敌岗应该先行把基础设施建设搞起来 但是这个意见被艾文雅和黄桂堂 都毫不犹豫的给忽视了 一个原因是 艾文雅和黄桂堂都不太相信 宋州会建设这么一个大型钢铁项目 不太相信宋州有这个能耐拉到这样一个项目来落户 他们都清楚 要上一个上规模的钢铁项目有多大的难度 投资先不说 光是审批那一关就让人望而生畏呀 尤其是听到是私人资本要来投资 他们就觉得更不可能了 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 国内还没有哪个大型钢铁项目 有私人投资兴建的先例 即便是集体企业 似乎也只有沙钢有些名气 而这个时候 居然提出要县里先拿出钱来 搞基础设施建设 这简直就是要命了 这几百上千万砸进去 万一你不来了 或者审批不过 那这县里的钱不是白花了 这敌岗也不是什么交通要道 咽喉索要 要是真砸进去几百上千万 而见不到效果 那县里还不得翻天呢 于是乎 在苏乔方面的穷追猛打之下 华达钢铁最终和夜合擦肩而过 等现在看到数以亿计的投资 落户苏乔钢铁产业园 数十家相关企业立地而起 苏乔去年第四季度 经济增速达到了46% 而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速 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98% 而且按照现在的架势 第二季度经济增速 估计不会低于第一季度 这让黄桂棠内心里也是充满了悔恨和愿望 如果自己当时态度坚决一些 眼光长远一些 或许华达钢铁项目就落户夜合了 敌港哪还会是现在这番模样啊 只怕敌港的临港工业园区早已经是人满为患了 哪会像现在这样 为了往临港工业园区里拉两个项目 费尽心思啊 而基础设施建设所花的花费 更是让县里垂胸顿足 黄桂棠是针对自己的短视后悔不已啊 只是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要卖呀 他只能隔着河 看着苏桥那边一派兴盛景象 而皆探不已 正因为如此 黄桂棠对于能把华达钢铁项目 拉到宋州来落户的陆卫民 内心里是极为佩服的 他很清楚 要搞这样一个项目 吸引投资是最起码的一步 当然这一步也很关键 但是最重要的 还是这样大的一笔投资 投资于钢铁产业 那是需要获得国务院批准的 当下的国内政治气候下 可以说可能性近乎于零啊 但陆卫民做到了 甭管用什么方式 或者在什么情况下做到的 能做到就是不简单啊 黄桂棠不相信 是什么国家考虑宋州 遭遇洪灾之后 特批这一类的观点 在国内遭遇洪灾的地方 多了去了 怎么没见国务院 对其他地方特别开口子呀 这种好事落到了宋州 那只能说明这个项目 天时地利人和都占齐了 不是谁都能把这样一个项目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做齐的 像黄桂棠这样 从基层干起来的干部 其实对从上面下来的干部拥有的资源是十分敬畏而又羡慕的 但是有时候他们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 就不得不用其他方式来表现他们的存在 比如工作上的态度和在自己职权范围内的强势 黄桂棠就属于这一种人 但是陆伟民却不一样 陆伟民不但有深厚的背景和丰沛的资源 更为难得的是 陆伟民在丰州那边两个县 干过镇党委书记 副书记 县长 书记 每个位置都干的是风风火火 这已经不完全是拥有高层资源那么简单了 黄桂棠是个过来人 他也见识过一些自诩在高层有不少资源的角色 但是在面对地方上各种层出不穷的麻烦问题时 束手无策呀 很多本身有价值的资源也一样根本无从发挥 但是陆伟民却成功的扮演了地头蛇和过江猛龙的综合体 而且相当成功 正是这一点 让黄桂棠对陆伟民十分尊重 尊重强者 一直是作为强者的本能 黄桂棠觉得自己也算是强者 一个高中生能混到现在这个地步 他为此自豪 当然和陆伟民这个强者相比 可能还弱了点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向更强者致敬和学习呀 陆书记 我来了 您召唤我 我赶不来吗 我召唤你 不是你赖在市里不走吗 陆伟民咧嘴一笑 那哪能啊 再怎么我也是一级领导干部不是 怎么可能做出那么没脸没皮的事啊 黄桂棠笑得很猥琐 没脸没皮的事 我记得你也做了不少啊 去年黄宁到敌岗这条干线规划 你不就威胁成交建司 不给你们县建筑公司几个标段干 你就不许人家交建司来施工吗 年初港务局要把敌岗纳入统一规划设计 你不也在那里嚷嚷 说县里所占的股份少了 不增加股权 你就要打断港务局老韩的腿吗 陆伟民痴笑着 贵唐啊 你这是耍横玩来呢 还是你特立独行的个性体现呢 共产党的干部都像你这样 我估计这三讲算是白讲了 最起码讲政治讲大局 在你脑子里 好像就从来没有这一说呀 黄桂堂下意识的要去挠脑袋 他没想到 陆伟民连这些小事都还给他记着呢 陆书记 那不过就是我一时间口头禅 开开玩笑而已 您知道 就平安老黄这素质 怎么可能去干那些事呢 那不成啥了呀 成啥了 你说呢 陆伟民揭语着对方 你自个儿很清楚嘛 今天你不是又来市里耍横撒坡来了吗 正好 心您觉得不好处理 我来开开眼 哎呀 看看我们的黄县长准备怎么给我演一出大戏看看呢 市里面真要拿不出那笔钱 满足不了我们黄大县长的要求 是不是把我和新林的皮给剥了 陆师姐 您瞧你说的 您把我老黄看成什么人了 我能是那样的人吗 新林局长啊 你可得给我评个礼啊 我啥时候说过不给钱就要怎样怎样了 我就是来向市里面讲明我们县里的难处的 咱们夜合很是不容易啊 本来华达钢铁是落户咱们夜合的 结果被雷之虎那小子给结了糊了 这口怨气咱们也吞了 我听说市里也有意见 对确实存在困难的线份 在自尽调拨上要急于优先支持 这是卫市长说的 我记在本子上呢 白纸黑字啊 黄桂塘一边嘟囔着 一边也提高音量 变节奏 嗯 桂塘啊 想多借钱不是不可以 但是能不能把你们县里 准备把这钱用在什么地方上 给我说说 别跟我说 你们要用来解决规病信用社的资金 我清楚 你们那里用不着 你们县里自己也有准备 陆卫民没好气的说 被陆卫民这一番话弄得有点狼狈 黄桂塘好一阵才缓过味来 沉淫一阵之后才郑重其事的道 陆书记啊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了 我们县里的确有些想法 台书记和我做了一些规划 本来说是要找您汇报一下的 请您给我们参考参考 现在既然都这样了 咱们也就不藏这掖着了 说说吧 陆卫民颇为惊奇 看黄桂塘的样子 叶和是真的准备有一番作为的模样啊 他点点头 嗯 桂塘你说吧 如果叶和真的有什么好的想法 事理当然要鼎立支持 放心 姓陆的没有什么艳羡嫉妒 或者截乎的打算 只要是适合叶和的 我绝对支持 黄桂塘点点头 对陆卫民他倒也信得过 黄欣林不用说 再怎么说 也是老乡加老辈子 台书记和我的想法 就是把船部制造 以及相关产业 作为我们临港工业园区的核心产业来打造 就目前来说 我们已经做了不少工作 去年我们为什么不太愿意 把敌港交由市里来统一规划建设呀 就是因为我们担心市里的动作太慢 而且敌港很有可能在全市几个港区中 被放在后面来介绍 所以我们有些担心 不过韩长隋给我们县里打了包票 说敌港会优先考虑 而且龙游大道建设的非常顺利 所以我们才放心了 陆卫民看了一眼黄桂塘 还真看不出来 这个家伙也有正经的时候啊 看样子谭伟峰和他真的在这一点上 是达成了共识了 龟腾啊 看样子你们叶和县委县府是下定决心了 造船业及其相关产业 这个产业可不简单啊 说实话 我们宋州在这上面可没有什么特别优势啊 无论是资源技术还是市场 这一点你们考虑过没有啊 陆卫民没有轻易下结论 只是指出了其中的问题 陆书记 这一点谭书记和我当然清楚 敌港有一家船舶修理厂 县里的企业规模不大 但是效益还过得去 主要是负责船舶维修 和一些小型船只的修造 敌港港区正在进行扩大 数据和修缮改造完成之后 也吸引了一些外来投资商 其中有几位来自金陵的客人 他们就对我们夜合考察了一番 对敌港港区和临港工业园区的条件 十分看好 尤其是在实地考察了 在建的龙游大道和夜城道 敌港的主干线之后 更是很满意 黄桂堂扎了扎嘴 显然对这波客人十分感兴趣 下半年宋仪告诉黄宁之夜城段 也会开建 这个消息他们知晓了吗 陆卫民点点头 这个消息不是才确定下来了吗 我和台书记也告诉了对方 所以他们更是有信心了 准备在敌港工业园区 依托原来的船舶修造厂 进行改建扩建 建设一家造船厂 一期投资将会达到五千万 二期投资可能会达到两亿元 黄桂堂脸上泛动着暗红色的光芒 压抑不住内心的兴奋 这个项目在一期建成之后 每年可新增产值八千万元以上 二期建成以后 可新增产值1.5亿元以上 实现利税两千万 除了交通和港口优势外 这不客商还看中了敌港什么优势 陆伟民并没有被黄桂堂兴奋的语气所打动 冷静地问道 黄桂堂也冷静了一下自己 当然 我们该给的优惠条件都会给到最好 而且他们也对我们把造船和相关产业 列为敌港工业园区的这一构想很感兴趣 希望能够引入更多的相关产业来做配套 还有就是我们紧邻宋州的解放机器厂 解放机器厂是中船重工之属的船用柴油机生产企业 生产中速柴油机 效益一直不好不坏 原来一度曾经传言要化归长江省 然后由宋州市代管 但这也只是一个传言 在宋州也算是一个鼎鼎有名的大型企业 解放机器厂生产的船用柴油机 在全国都是小有名气 只是近年来 面对来自外国柴油机的挑战下 解放机器厂的日子也不算好过 很显然 叶和想要发展造船机器相关产业 也是看中了比临解放机器厂这一优势 而别人之所以愿意来敌岗 同样也有这方面的考量 见陆伟民没有吱声 黄桂棠紧接着说道 陆书记 请您放心 我们不会好高物员 打造这个产业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们县委县政府要做的 就是把产业环境和氛围培育营造好 吸引更多的配套企业来落户 以一个龙头企业为带动 以附属关联产业的培育为契机 这样形成良性互动 当然了 临港工业园区也不仅仅是发展造船业 临港工业园区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都很明显 县林也在考虑一些其他产业的培育发展 但是我们希望确定个主线 所以 我知道了 桂棠啊 不过这好像和你们这次解决合金会 规定信用社的借款 没太大关系吧 陆卫民笑了起来 怎么都没关系呢 陆书记 这关系可大了去了 黄桂棠一听急了 这毫了一天不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的吗 一下子给撇开了 那怎么能行呢 黄桂棠又用了半个小时来说服陆卫民 不过陆卫民在这个问题上却没有多少让步 最终只同意增加两千万的借款 但陆卫民承诺会在敌港临港工业园区 帮助引进两个投资超过三千万的项目 这也是让黄桂棠喜出望外呀 六千万的投资 建成每年产值少说也得进一元呢 其利税也是可想而知的 这甚至比多借两千万更划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卫民又用了半个小时搞定了预波 方式方法都差不多 适当的增加借款 但是肯定不会让他们满意 但是在帮助陆西解决项目投资问题上 陆卫民给了承诺 陆书记 还是你厉害呀 我花了足足两个小时 说得口干舌燥 效果半点皆无啊 你来半个小时就把他们搞定了 而且还说得他们两个没开眼笑 这人比人气死人呐 黄新林坐在沙发里叹了一口气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这两个家伙也是心里有谱 过犹不及 明显不可能达到的目的 再说也是白搭 不过陆西那边也在意料之中 没想到夜和谭尾峰和黄桂唐这两个 居然还有点雄心壮志 这超过了我的预料啊 看来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陆卫民颇有感慨 他不能说夜和县委县府的目标是虚啊 但是要想打造造船 及其相关产业 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 宋州地处内陆 虽然长江黄金水道是一大优势 但是宋州以前在造船业上 并没有什么特别抵运 当然陆卫民也清楚 都说造船业要抵运 但是也未必如此 前世中荣胜重工的崛起 就如同一个神迹 但事实的确如此 谁能抓住机遇 谁就能因此兴盛 他现在也很难判断 夜和的雄心究竟是基于现实的客观考虑 还是夸夸其谈的妄想呢 陆书记 造船行业投资大 关联度强 夜和的条件 黄新林同样也如此担心 要相信投资者的眼光 政府只能是培育创业环境 真正决定者还是投资者 作为专业人士 我相信他们会比我们看得更透彻 更深刻 陆卫民摇摇头 政府要做的就是把创业环境和氛围 培育营造好 硬件基础设施 软环境 这两方面做好了 无论发展什么产业 都会立于不败之地 市里面该支持的也要支持 袁连梅有些烦躁的战起身来 看了看落地玻璃外的门径 又看了看表 重新坐回去 脏梅瞥了她一眼 丈夫很少有这样情绪不稳的时候 素来是遇上多么大的事 她都能安置若素 但是今天 丈夫有点失态了 老袁 时间还早 你既然请了她 她也答应了 就肯定会来的 脏梅淡淡笑道 我知道 不过心里就是沉不下来呀 袁连梅自我解嘲 笑了一笑 唉 多少年没有这种感觉了 当初买宋州第一百货大楼 也没有这么纠结呀 现在是越混越回去咯 连这点自信都没有了 是不是因为她软硬不吃 百毒不侵呢 脏梅歪着头 旁边的爱马仕昆包 很随意地扔在茶座上 若有所思的道 都说狐狸始终要露出尾巴 可是这位陆书记不简单呢 也不知道是真的修炼成精了 还是真的就是碰上 圣人君子了 我自认为阅人无数 也有点看不穿 悟不透了 哎呀 行了 收起你那一套吧 我早就说了 别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陆卫民没那么简单 袁连梅不耐烦的 又看了看表 我小人之心 他君子之父啊 这年头还有君子吗 不过是伪装的高明与否罢了 脏梅摇摇头 老远 你真的觉得他是君子 嗯 陆卫民应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君子 但是我觉得 他的确是不太把大家都看中的东西放在心上 而不是你所说的隐藏得够好 一句话 你得让他真的认可 他才愿意给予你支持 袁连梅沉饮了一阵之后 才说道 陆卫民坐在车座上 闭目养神 今晚这顿饭局去不去啊 他也考虑了良久 袁连梅脏梅夫妇 算是宋州的名人了 美加集团两大产业 一是以宋州第一百货收购 改组 摇身一变 成为的美加百货 二是美加集团旗下的传统产业 饲料产业 美加百货 现在是宋州最大的百货卖场和大型超市 经过改建装修出来的宋州第一百货大楼 一二两层是全市规模最大的超市 三四楼则是精品百货 由于地段优越 地处宋州人流量最大的五一劳动广场一侧 迅速成为美加集团的旗下招牌 同时 美加饲料依旧保持着相当好的盈利状况 美加的加勤饲料和鱼饲料 在长江省和临省的占有率 仍然小幅却又稳定的上升 有人说 袁连美和脏梅夫妇是宋州本土首富 转到的钱一辈子都花不完 完全可以坐享其成了 但是现在 看来这两口子有些不甘寂寞了 唯有不甘寂寞者才是时代进步的动力 崔杨夫和袁连美脏梅夫妇俩接触过 看样子这两口子对宋州城市发展这一盘大餐 也是颇有想法 而崔杨夫也和自己提到过 吸引部分民资进来 加快城市改进和建设 这一点陆伟民虽然内心赞成 但是他知道 在城市规划建设这一盘其中 涉及的利益点面太多了 有时候过于仓促的表态 往往会好心办坏事 还是需要谨言慎行啊 四大纺织企业的整合 使得这四家企业中相当大一片厂房和办公楼 以及部分辅助楼宇都失去了使用价值 加之这些房屋大多老旧 多是六七十年代的苏式老红砖房 或者就是小二楼和平房 甚至还有不少荒废的垃圾厂 利用率极低 但是这四大厂都处于城区内 除了部分厂房被利用起来 充当新路山集团的新厂区之外 大部分区域都已经化归市里了 由市里来统一进行规划建设 由一百大厦改名的美加大厦 地处城中 正好处于沙洲和宋城两区的交界处 略微偏东 属于宋城区 这里口岸好 但是随着沙洲区那边的发展 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现状了 他们想要在现在市里面正在着力开发的 沙洲片区来谋划一番 是承建发司的动作还是很高效的 在城市规划设计方案出来以后 崔杨夫他们就开始紧锣密鼓的动作起来了 按照崔杨夫给承建发司的定位 那就是要承担两个职能 一是政府的重点区域和项目的建设发展职能 二是作为企业的发展盈利职能 二者不可偏非 要坚固和平衡 但是做好这一点并不容易 单做其中任何一项 崔杨夫都很有把握 但是要做到两者兼顾 让市里面左右都满意 这就很考究手艺了 崔杨夫和陆伟民汇报过其中的难处 陆伟民倒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说这是一个平衡术的问题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某个特殊时期 或者某个特定区域 承建发司的侧重 比如在市区向南扩向罗兹岭区域发展 这一构想上就是目前市里确定的一个大战略 而承建发司在这方面的推动就要以服从市里的战略为主线 而不能考虑以盈利为目的 罗兹岭东西梁岭到宋城和沙州市区 还有接近十公里 这一片区域原来一直是城郊结合地带 由于原来宋城区域发展 一直倾向于沿着长江南岸向东西两侧延伸 尤其是沿着巴黎湖和九宫湖的西面 更是重点发展地带 但是现在市区规划方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宋州市委市政府重新制定了宋州的城市发展方向 从原来的沿着长江南岸向东西两侧延伸 以西为主变成了向南为主 东西两县为府 适时向北跨江而过这一构想 使得向西发展的速度顿时放慢 而向南则成为了一个主打方向 这也是陆伟民的一个考量 而且得到了当时尚泉志和铜云松 以及现在铜云松和卫行侠的支持 罗子岭北路一直延伸到市区这一片 方圆有接近200平方公里 地形以平原和浅秋为主 罗子岭北路直辈状况良好 实际上还处于一个未开发的状态 连着宋州长江大桥这一条中轴线下来的湖山大道 一直通到罗子岭山脚下 也是东岭和西岭的分界山亚口 把市区分成了宋城和沙州两片 宋州唯一的一座立交桥 就在湖山大道和横贯宋城沙州主城区的东西干道 红星路形成 这是整个九十年代宋州城区 唯一一个拿得出手的标志性建筑 将军庙李娇桥 按照陆卫民的构想 宋州要着力向南发展 而不应当是向西 向西是如宋州双肾一般的八里湖和九宫湖 如果按照原来的规划 八里湖和九宫湖将被彻底纳入市区 建成人员密集的商业区和居住区 那么带来的生态压力将会给八里湖和九宫湖 造成很大的影响 尤其是现在 环保意识尚未深入人心 这个时候 八里湖和九宫湖的湖找生态 很容易遭到破坏 即便是现在 八里湖和九宫湖的情况都已经不算好了 也幸好每年汛集都能通过水口与长江进行水体交换 才不至于彻底恶化 所以鲁卫民认为 应当适当放缓向西发展 改道向南 向南的好处很多 罗子岭的东西两岭如一道尾夷起伏的屏障 延绵二十余里 地势并不算险峻 但是罗子岭的植被保存的相当完好 东西两岭的结合处是一个陡然下榻的亚口 比起周围的灵级至少要低了几十米 这对于一个相对高度不超过两百米的浅秋来说 已经是十分难得了 正是这个亚口正对着湖山大道的延伸段 如果延伸段一直向南修 正好可以通过这个亚口穿过罗子岭 进入岭南陆西区境内 罗子岭以北这一片区域是以浅秋为主的地形 兼有部分平原 这一片从行政区域划分上来说 属于宋城和沙州 但事实上 这都是郊区 这么多年来一直被忽略 尤其是在确定宋州城区沿着长江两岸发展这一战略之后 这边就更成了典型的郊区了 虽然现在势力明确要向南发展 但是短时间内要在这片区域打开局面 也是相当艰难 尤其是这一片 基本上都是汉地和坡丘 连绵起伏 光是要把路修过来 都是一个相当浩大的工程 崔杨夫已经多次和陆卫民提到 如果要按照市里面的构想 来全面启动向南城市新区的建设 其工程量太大了 成建发司这点家当根本就撑不起来 而且光是把路修起来 怎么来引导开发这一块块土地 也是相当棘手的工作 虽然市里已经明确提出 市属各机关的集资建房 都会考虑到南城新区 并会在用地上 给予最优惠的待遇 但是这还是遭到了市里 很多干部机关的反对 认为这里太荒僻 要搬过来的话 宁肯不要 自个儿花钱 也要在主城区里去买套商品房 当然 这可能只是气话 但是这也足以说明 大家对南城新区的抵触情绪了 现在市里面和崔阳夫他们 最为头疼的 就是如何在最短时间内 把南城新区的基本股价 干框给搭建起来 规划中的湖山大道延伸段 已经正式开建 而沿着目前城市中心区域边缘的东西 两项横贯线 明珠大道的规划也已经出来了 近期就会招标 按照远景规划 明珠大道将会成为宋州 日后新老城区的分界线 南边就是宋州的未来 南城新区 北边就是宋州的老城区 而湖山大道和明珠大道交汇处 也会建成一座比将军庙丽交桥 更为雄伟壮观的丽交桥 太和丽交桥 而这里将会取代目前的将军庙丽交桥 成为以后十年宋州城市的新中心坐标 设想是美好的 但是如何来实现这一点 却是相当残酷的 按照崔杨夫的说法 没等这边建起来 估计市财政就已经破产了 不是成建发司破产 而是市财政破产 市成建发司这点恰当 就连建个湖山大道延伸段都够呛 更不用说横向的明珠大道 和更多的网络式道路了 秦宝华也和陆伟民谈到了这个问题 说市里面各机关干部 最关心的就是他们的集资房 尤其是在国家 已经有明确政策出来 以后不会再有福利分房 这一好事之后 这最后一班末班车的集资住房 可能就成为所有人最后的晚餐了 房子修到哪 这关乎于他们一辈子的生活 所以很多人强烈反对市里的硬性规定 必须要把集资房建设在南城新区的规划范围内 这也成为秦宝华在调研市区两级时 得到的最强烈的声音 连市区两级职工干部的集资房 都不愿意修到南城新区 更何谈南城新区的发展呢 在这一点上 陆伟民态度极为鲜明 那就是 所有的集资房 必须要修在南城新区 这一点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但是他也很清楚 光是用行政命令来实现 会有很多副作用 只有彻底消除了这些人的抵触情绪 那才能真正让这些干部职工们 实现生活的搬迁 同样也只有有了这一批最基础的群体 落户南城新区生活 你才能带动这个区域各方面的发展和建设 在这一点上 陆伟民觉得可以做一些工作 陆书记 你说什么 袁连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反问一句之后才觉得有些失礼 妻子也拉了拉他的衣角 然后接上话 陆书记 你说希望我们每家百货转移到太和坊 可是您知道 每家百货是靠什么生存的 太和坊那边现在就是荒地一块呀 这 太和坊就是太和立交桥所在的那一片 明珠大道和太湖大道在这里交汇 而宋州市政府也准备在这里修建一座 目前全市最大的立交桥 太和立交桥 虽说要建立立交桥 但那还只是纸上谈兵啊 甚至连明珠大道都还没有影呢 就算是湖山大道要延伸过来 估计也得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 至于说等到太湖立交桥建成 袁连梅和脏梅估摸着三年内都别想啊 老袁 脏梅 我不相信你们不清楚宋州的城市远景规划 太和坊地处什么位置 你们很清楚 我知道 那地方现在就是一片子乱岗地 明珠大道还没影呢 太湖大道最南端 距离那至少也有一公里 要延伸过来也得个一年半载 但是那又怎么样啊 难道说非要等到道路修起来 大家才开始手忙脚乱的去开始圈地吗 袁远他不说 以苏桥为例吧 苏桥沿江那一片 两年前是个啥呀 啥都不是 那就是一片盐碱地 兔子都不去拉屎 但是现在呢 37家企业落户在那边 而且还在不断增长 一到四月 苏桥的钢铁产业园 已经完成了地区生产总值5.4亿元 预计全年完成25亿 没有太大问题 现在苏桥钢铁产业园 已经有职工2800多人 预计到年底 职工人数会达到3600人 这就是产业习剧 给城市带来的变化 袁连美和脏梅都知道 陆伟民肯定还有话说 都没吭声 说实话 他们俩都被刚才 陆伟民的要求给震住了 觉得陆伟民 简直就是在强人所难啊 甚至比所惠受惠更为恶劣呀 所惠不过也就是一二十万 最多不过也就三五十万罢了 可这陆伟民一张口 那就是要几百上千万 甚至几千万的往里砸 哪怕他袁连美再有钱 也经不起这样的糟蹋呀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原创录制 小说关道无强 作者瑞根 演播左右 苏桥变化能有这么大 难道说宋州市区 还不及苏桥吗 你们担心什么 担心明珠大道修不齐 还是湖山大道延伸段过不来 还是觉得南城新区没戏 陆伟民笑嘻嘻地道 湖山大道半年之内 必须要延伸过太和坊 明珠大道两年以内 也肯定要建起来 三年之内 我不敢说肯定能建好通车 但是我相信也差不离就是了 陆书记 我知道您的想法 未雨绸缪先行一步 我们都知道 但是您知道 每家百货还处于发展期 我们想要把每家百货 建在沙昭那边 是因为那边的市场 已经比较成熟了 地点我们也已经选好了 建成之后 就立即可以投入营业 而您这个时候 让我们突然改到太和坊那边 实在太出人意料了 我们没办法接受 袁连梅语气很坚决 陆伟民见袁连梅态度这样坚决 一时间也有些矛盾 他知道 就袁连梅所代表的 每家集团来说 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每家集团没有义务 来帮助市政府 开拓南城新区 两三年后 南城新区也未必能成气候 让每家集团 把他们的百货大楼 建在太和坊 一两年间 也许都难以见到效益 甚至会出现大幅亏损 袁连梅是个守诺之人 所以他宁肯先行拒绝 也不愿意到那个时候 来毁诺 张梅见陆伟民沉吟不语 有些紧张 忍不住用目光示意自己丈夫 但是袁连梅不为所动 这个问题上 他必须要坚持 他承认 日后南城新区 是宋州的发展主方向 也许未来五年 十年后 南城新区会发展成 不屑于现在老城区的情形 但是每家百货是以百货超市为主营 百货超市的目标就是成熟地域 而不是那种人气尚未开发出来的新区 只有当开发商把这个区域的人气 培育到相当程度时 每家百货才会考虑介入 至少以每家百货目前的实力来说 南城新区不合适啊 和政府打交道 需要先说断 后不乱 这一点袁连梅深有体会 老袁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呀 不相信南城新区的前景 卢为民嘴角微翘 淡淡地笑着 陆书记 不是不信任谁的问题 我做百货超市 在业界里也算新手 您知道吧 从宋州一百接手开始 每家百货的选择都是很慎重的 宋州除了市区外 我们也就只涉足了苏桥和隋安 甚至连路程我们都还在考虑 我们的想法就是 不成熟的区域我们不做 每家还处于草创阶段 经不起失败呀 袁连梅见陆伟民没一封申索 进一步解释道 陆书记 您可能又要提到富头的问题 认为老袁是不是越来越保守 当初到富头创业的胆破 到哪里去了 我要解释一下 之所以跨区域到富头 那是有两个特别的原因的 一是富头当时我预测 正在发展成为全省最著名的旅游区 流动人口会急剧增加 事实也证明了我的判断 富头这两年的旅客人数 每年都是以百分之两百的增速猛增 97年到富头旅游的人数 不过区区11万人 98年就达到了34万人 今年近第一季度游客就突破了20万人 预计全年突破百万人次 应该不是问题 随着四大股镇开发和旅游影视产业基地 建成对外开放 我预计明年富头游客 人数可能会有一个大幅的跃升 所以我很对我做出在富头 决定投资 兴建每家百货的这个决定 而感到自豪 老元 你的意思是南城新区不是富头 不具有发展前景 我也是越活越到回去了 在宋州还不如在富头那么得意了吗 卢伟明似笑非笑地 贴了一眼圆连煤 略带自嘲的味道 卢书记 我不是那个意思 南城新区从长远来看 肯定是有发展前景的 但是我觉得三五年之内 真的很难发展到 适合每家百货进入的程度 我是生意人 我得对企业负责呀 所以请恕我不能答应您这个要求 我的想法还是在沙州那边 新建我们新美家百货大佬 袁连美有些艰难 但仍然坚决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沙州那快递我知道 按照市里规划 那一片的确属于规划中的商业区 美家集团要到那里投资 我们当然欢迎 你可以按照程序申报竞拍呀 陆伟民点点头 还是有些不甘心 老袁呐 你恐怕知道 市里目前是要大力发展南城新区的 我当然无权要求哪个企业 为市政府的要求而牺牲自身利益 但是我想我们可以根据情况来适度合作 袁连美和脏梅交换了一下眼色 脏梅抢在丈夫之前回答道 能配合市政府的工作 当然是我们美家集团的荣幸 陆书记您说 陆伟民整理了一下思路 慢慢的到 按照市政府的建设规划 三年内 明珠大道和湖山大道延伸段都要完工 太和立交桥要建成使用 这是市政府推进南城新区建设的最重要的一步 也就是说 湖山大道和明珠大道要形成一个十字交汇 而这里将会是城市日后的中心 我本来希望美家集团能够在太和坊 先行修建一座地标性的建筑物 而且我可以保证 美家集团这个时候在这里修建 可以获得市政府在土地价格上的最大优惠 但是现在看来 老袁的思路和我有些分歧 不过没有关系啊 正如老袁所说的 美家集团还处于草创阶段 有限的资金要用在刀刃上 我也理解 我所说的合作就是换了一个方式 如果有投资商愿意在太和坊这一片 兴建大型的高层建筑 我希望美家百货可以和建筑业主签订一个合作协议 比如一旦建成之后 美家百货入住该楼宇 圆连美和赃美面面相聚 他们当然知道 硬成了这一点 那就必须要履行合同 美家百货也就是要在现在 还是荒无人烟的地方 落足经营 而陆卫民之所以要求美家百货 做出这个约定 也就是要用美家百货 愿意乘租这栋楼宇这个条件 去吸引投资商过来建设 当然如果是别人 美家百货答应下来之后 日后还会有很多回转余地 但是在陆卫民面前 圆连美和赃美却不敢玩这种小心思 如果陆卫民认为美家集团是在欺骗他 那日后美家集团要在宋州地盘上发展 那就真是举步维艰了 略加思索之后 张梅强在圆连美之前 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啊 陆书记 那没问题 这一点老袁和我可以做主 我们也相信 两三年后 太和坊那边肯定能够积聚一定人气 就算是达不到我们美家百货入住的要求 但是美家百货这点担待还是有的 为全市发展尽一点心意 我们美家百货既然是在宋州起步 宋州发展 这一点付出我们还是承受得起的 好 怎么没 巾帼不让须眉呀 老袁啊 我可不是讽刺你呀 你得拿出一点像样的气魄来 别一天钻到前眼里去了 我还是那句话 美家会为没有同意我刚才的建议而后悔 同样 美家也会为同意我后面的这个建议感到庆幸 陆卫民沉声道 坐上车 张梅这才感觉到丈夫紧绷的身体 似乎一下子放松了下来 感觉得出来 刚才丈夫虽然很坚持 但是在面对对方的时候 还是给了丈夫很大的压力 他们还是第一次拒绝这个人 虽然以前也没有过几次交道 但是这一次是真正拒绝了对方的意见 而且他们能感觉 对方内心恐怕是有些不太舒服 丈夫和自己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 但是每一次面对这个男人 同样如此 为此夫妻两人还专门探讨过 得出的结论就是此人的眼光思路太过精准 每每预测的事情总是能够兑现 所以在上车那一刻 张梅就有些后悔了 她不知道自己丈夫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张梅 是不是有点后悔了 黑暗中 丈夫的声音响起 张梅瞥了一眼身旁的丈夫 车外光影流淌 照得车内人面目也是斑驳露离 难以看清丈夫的面部表情 为什么这么问 几十年老夫妻了 我还能不了解吗 袁连梅咧嘴无声地笑了起来 何况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呀 张梅吃了一惊 扭过头 老元你也后悔了 怎么说呢 从理性分析来说 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观点 南城新区在三五年内 根本不可能成什么气候 市里面的胃口你肯定清楚 给出那么好的优惠条件 地价那么便宜 还可以帮助贷款融资 甚至还可以分期付款 陆卫民的便宜 便宜那么好战吗 地标性建筑 你跟我说修个七八层就行了 每个二十层以上 你想都别想啊 袁连梅悠悠地道 二三十层的一栋大楼建起来 除了我们自用的外 其他的 我们怎么办 银行贷款利息 要照付 就那边的光景 租给谁呀 何况沙州这边的情况 明摆着比那边强 否则陆卫民 怎么会这么实力的 想让我们到南城新区 这边来呀 那你又说 你有点后悔了 赃美也不多说 问道 那还不是因为陆卫民 给我们带来的 意想不到的东西太多了 我们到富头投资的时候 我觉得他说的是天花乱坠 如果不是考虑到地价 着实便宜 当时富头的招商引资 也的确搞得很诱人 我是不会轻易下那个决定的 说实话 当初做出了决定之后 我 我都有些后悔了 没想到 卢卫民的语言一一成真 富头的旅游产业一起来 流动人口量大增 再加上本身经济也发展起来了 县城面积和人口 都是大幅增加 我当时选的位置 那会儿还觉得略偏了一点 现在 才几年呐 稳稳当当是城中心了 所以 我真有点怕陆卫民刚才说的那些话 又会重复这一事实啊 袁连梅声音有些低沉 那 那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脏梅有些不解了 没什么意思 就是说说而已 不然 憋在心里难受 这一次 我不太看好他的判断 因为宋州不是富头 一个县城 规模只有那么大 他是县委书记 可以支手遮天 可以动用一切资源 来推动他想干的事情 但是在宋州 他不是市委书记 也不是市长 而且南城新区规模如此之大 一直顶到了罗子岭山脚下 如此一大片区域 照他说的金融 商业 服务和居住区域 哪有那么容易呀 现在 连市里面 那些个机关干部 对修到南城新区来 都十分抵触 南城新区 哪有那么容易就搞起来呀 就算是能搞起来 那也是三五年之后才能行的 我们每家 不可能把几千万 砸在那片缺乏人气的土地上 荒置几年了 我们承受不起呀 袁连美的语气很肯定 赃美也默默点头 嗯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南城新区会发展起来 但是不会这么快 我们每家底子还不够厚实 所以需要考虑的更周全一些 沙州应该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当然 我们也不能辅念了陆书记的意愿 所以 嗯 藏美 你的决定是正确的 如果真的有人愿意 在太和房修地标建筑 我们当然不会拒绝合作 顶多也就是装修和铺货 规模还可以由我们自己 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决定 我们的压力就会小得多 袁连美笑了笑道 这也对得起陆书记了吧 看到袁连美和脏梅乘坐的那辆奥迪尾灯消失在黑暗中 陆伟民的嘴角那一抹若有若无的笑容才逐渐消失 这两口子 陆伟民还是比较佩服的 即便是文文以宋州首富著称 但是在工作生活上还是显得很低调 一辆奥迪 陆伟民记忆中已经有好几年了 而且还是两口子共用 据说美加集团还是有一辆号车的 奔驰S300 那是用来接待贵宾的 他们两口子从来不用 1999年 还是属于房地产市场爆发的前夜时期 说是黎明前的黑暗也不为过 虽然国家已经明令取消了福利分房 住房商品化 货币化 但是很多人都还没有从单位福利分房 这个思维惯性中走出来 对于要花几万块钱去购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还都心存疑虑 即便是集资房 如果不是抱着屈众的心理 陆伟民估计 大家的积极性也要弱一些 市里面的房改工作 也是在有条不紊的推开 这项工作 市委这边是秦宝华在负责 市政府这边交给了叶九旗 各单位部门原来的老住房都直接货币化 缴纳一定数量的成本费 这套房子就算是属于你个人的私有财产了 宋州因为是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后期 经济发展严重之后 财政状况困难 所以在修建干部职工的住房问题上严重之后 不但很多年轻干部职工没有住房 而且很多三十多岁的中青年干部也没有住房 所以在这一轮住房改革的大潮中显得格外无助 从去年开始的新一轮住房建设开始 都是以集资房的名义出现 但是究竟怎么修 修到哪里也是争议不下 一直到去年年末才算是确定下来 都要修到市里确定的发展方向 南城新区 这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正如秦宝华所说 群情汹汹 四下震怒 作为提议者 陆伟民本来非常好的印象 陡然间就在市里这些个干部们心中 变得恶劣起来了 不过陆伟民不为所动 同云松和卫行侠也不为所动 这是根本原则 从定下来这个意见开始 他们就预料到了 会遭遇来自各方的攻击和软抵抗 市里各机关部门 原本不少想要集资房的 现在也都犹豫起来 这也更加加重了很多人的疑虑心态 这些人又去说动了市里 人大政协的很多老同志 纷纷到市委这边来反应 好在在这个问题上 无论是上权制 还是现在的同云松 都能硬得起扛得住 要解决这些人的心理障碍 就得要让这些人明白 了解南城新区的发展趋势 但是光是口头上 让他们了解明白 画两幅规划是意图 那都是虚的 真正能让这些人放心的 还是要靠实打实的建造 袁连梅不愿意把他的美家百货 修到太和坊去 无他 因为他认定南城新区那边没有人气 至少短时间内没人气 他砸进去钱那就得亏 同样市里这些个干部职工 不愿意把集资房修到南城新区去 原因也是一样 就是觉得那边太偏太圆 道路不通交通不畅 既没有各种生活服务配套体系 又没有老城区早已健全的文化娱乐设施 空气好 环境好 那顶个屁用啊 总不能买个菜 打一斤酱油 还要骑上半个小时自行车 进一趟城吧 越是没有配套服务体系设施 那么就越没有人愿意到那边去居住 而越是没人去居住 没有人气 那么配套服务体系设施的经营者 就越没有信心和兴趣 不赚钱谁愿意干呢 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 往往就是在这一点上走上分歧了 谁能赢得第一局 那么他就会赢得后面的每一局 而谁输了第一局 那么可能就会一直输下去 想要再搬回来 那就要有更大的魄力和代价 崔杨夫和陆伟民谈过几次 认为势力规划 是不是把架子拉得太大了一点 步子是不是买得太快了一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话没错 但是作为对前世城市化进程 十分了解的陆伟民来说 这种非理性的表现 却实实在在的发生在这片土地上了 所以他必须要卡住这个跳动的脉搏 唯有这样才能让宋州下一步 赢得更精彩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原创录制 小说关道无强 作者瑞根 演播 左右 美加集团不愿意冒这个风险 这让陆伟民有些失望 他原本以为 自己是可以说服原连梅和脏梅夫妇的 但是没想到 原连梅态度是如此坚决 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 美加同意合作 而陆伟民最看重的也就是这一点 至于说谁来修建这个地标性建筑物 陆伟民相信 凭借自己的三寸不懒之蛇和人品信誉 应该找得到合适的投资者 光是这一点还远远不够 南城新区不是一两栋地标性建筑物 或者职工干部及资房修过来那么简单 也不是修好两条路就能带动发展那么轻巧 远景规划中 整个南部新区服务员面积达到200公里 即便是第一级的所谓核心区 面积也是达到了30多平方公里 光是这30多平方公里 要真正开发出来 都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构想 宋州市政府现在还不具备一下子 把这30多平方公里开发出来的实力 虽然陆伟民也清楚 未来几年内 宋州城市发展的速度将会是个火箭速度 但是就目前来说 没有谁会相信三五年之后 这一片区域就会像老城区一样 变成城市中的一部分 想要撬动这一片区域的发展 当务之急就是道路和管线的建设 只有道路管线延伸过来 这一片荒芜的土地 才能真正的注入活力 变得有生计 只是仅仅是要把道路管线给延伸过来 都是当下宋州市难以承受之中 陆伟民知道 如果换了别人 也许不得不走前市中 很多地方政府走过的路径 吸引建筑商过来电资修建 最后以土地来抵折基建款 有了前世记忆的陆伟民很清楚 这本是对建筑商相当吃亏的一笔买卖 但是却会因为房地产市场的火爆 地价的飙升 使得原本一个个满心不情愿 拿下土地的建筑商 赚得钵满喷肥 甚至从吃肉喝汤的建筑商 一下子摇身一变 变成脑满肠肥的开发商 现在换了自己 那么这条路就要好好考虑下了 土地的增值会让开发商们腰包股胀 而原来依靠这一片土地生活的农民 却并没有从中获得多少收益 这在前期房地产市场还未正式火热起来时 显得尤为突出 但是现在也许可以换一条路 陆伟民想法很简单 选择一些有实力的建筑商和开发商来 于是政府合力开发南城新区 同时放弃以往那种因为无法支付工程款而低价折抵土地 宁肯通过融资平台贷款来解决 也要把土地支配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现在他有这个底气 底气来源于宋州工业产业的迅速波兴 以及其带来的财政税收猛增 仅一至四月 宋州市级财政与去年同期相比猛增66.4% 创下记录 而像苏乔 隋安这些县份 财税与去年同期相比都是直接翻了一番 陆成和陆西也增收突破50% 这样耀眼的数据 才使得同云松和卫行侠最终同意了陆卫民 全面启动南城新区建设的这一宏伟规划 没有这份财税增收数据 陆卫民即便是说破嘴皮子 也不可能让同位二人同意这个有些激进的城市大跃进计划 同意了这个计划是一回事 如何来启动又是一回事 本来这是叶重荣的活 但是叶重荣很明显 有些撂挑子的味道 倒不是说叶重荣反对 而是叶重荣觉得这个工作难度太大了 如此庞大的一个系统工程 而且其中明显有很多需要强拉硬拽 让人上套的活 让他一个人来扛 他觉得吃不消 所以当同云松在市委常委会上宣布 这项工作是今后三年全市的一项中兴工作 需要齐心协力统筹全局时 那么这项工作自然而然也就变成了 由市委副书记 常务副市长陆卫民牵头挂帅 叶重荣担任副组长了 也就是说他陆卫民退无可退 事实上陆卫民他也推不了啊 从担任市委副书记开始 陆卫民就知道他是被绑上这架战车了 童云松 卫行侠还有秦宝华的这架战车 他需要为他们身先士卒 欲商开路 欲水驾桥 义无反顾 宋州市委副书记不是那么好当的 陈昌峻被离送出宋州到昌西州 分官党群的副书记三把手 但是昌西州的情况和现在蒸蒸日上的宋州相比 那还真不在一个层面上 尤其是人熟地熟的宋州到两眼一摸黑的昌西州 对于陈昌峻这个年龄来说 想想都觉得难受 华达钢铁也好 风云通讯也好 苏乔和隋安的庞博雄企也好 那更大层面上只能算是尚全制的政绩 不能说尚全制升任完省府省长是靠这个 但是也多少沾了一些这方面的光 而现在 童云松和卫行侠搭起了新班子 新班子就应该有新气象 苏乔和隋安那点旧事 拿出来显然就不够了 还得有更多让人瞩目的东西拿出来 陆维明知道 即便是没有自己推动 宋州城市建设也会成为 同云松和卫行侠的主选项 因为这是最能吸引人眼球的东西 受人点水之恩当已涌全相报 在自己出任宋州市委副书记这一任命上 陆维明清楚 童云松和卫行侠都是发挥了作用的 否则不会拖延那么久 陈昌俊才离开 没有邵敬川的点头 方国刚再怎么使劲 贺锦州再怎么策划也是无用 在取得了荣道生和王正熙的支持之后 主书的鸭子依然飞了 陆维明知道 恐怕连上全制都觉得 有点看不懂省里的局面了 不管同云松和卫行侠发挥了多大作用 即便是抛开了这一层关系 陆维明也觉得 宋州想要在今后 与其他地势的竞争上 巩固自己的实力 那么在城市建设上先行一步 是非常有必要的 也许前期会因为看起来 比较激进的城市规划 而受到一些攻击和责难 甚至会让市里的财政绷得更紧 但是陆维明坚信 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只是陆维明没想到 自己这第一炮就打哑了 最起码算是个半崖 梅家集团居然不愿意就范 这略微有点出乎他的意外 但是没关系 他相信圆连梅看不到的东西 还是有人会看得到的 常务会议一散 卫行侠就把陆维明留了下来 情况不容乐观 袁连梅拒绝了 微行侠促起眉头 呃不能算拒绝 只能说没有完全达到我们的目的 袁连梅不太愿意在太和坊投资建设 但是他同意 如果有开发商建起楼宇 每加百货会进铸 这算是我们的最低目标吧 卢维明显得不太在意 似乎并不认为这是什么挫折 卫民啊 担子很重 而且时间上要卡得准才行啊 我已经做通了省中行那边的工作 同意宋州中行在太和坊 画地建他们的分行总部大楼 农行那边有一些困难 一来本身他们办公大楼还比较新 另一方面估计在资金上也有压力 工行那边我也在通过一些渠道做工作 估计半个月之内就会有回音 你这边可得加紧啊 卫行侠点点头 新路山集团那边怎么样啊 哦 问题不大 虽然魏家平也有些担心 但是我向他保证 即便是抛开新路山大厦 给他们新路山集团带来的形象树立这一噱头 新路山集团在明珠大道上成为一道风景线 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标志嘛 更重要的是 新路山大厦将会成为一个千值万值的投资 我替他拉起来了华兴证券 新路山大厦建成之后 一二楼由华兴证券乘租 卢卫民浅浅的笑道 哦 这就太好了 打消老魏的一些担心 起码两层楼租出去了 能让他放心不少啊 卫兴侠很高兴 强拉这些企业在湖山大道和明珠大道这一线建设 这有些要被初衷 但就目前来说 如果没有一些企业先行入住带动 第一炮打不响 那么后续工作就很难开展 所以这第一炮必须打响 而且要响彻云霄 所以童云松 卫行侠和陆卫民 这三个人都有分工 负责牵线搭桥 勾引一些起事业单位的搬迁和新建 为南城新区吸聚人气 华达钢铁那边我也和他们谈过了 他们考虑不由华达钢铁出资 而是由华达钢铁及个股东 另行投资 在明珠大道东段 也就是比林玄珠湖畔 修建一个项目 他们考虑建成之后 交由香格里拉酒店管理集团 负责来经营 陆卫民这个消息 让卫行侠喜出望外 啊 香格里拉酒店 已经谈妥了吗 还在谈 但是我估计问题不大 华达钢铁股东之一 华盛集团和香格里拉酒店集团 本身就有合作 在富头的昌南香格里拉酒店 就是由华盛集团和香格里拉酒店集团 合作经营的 所以有前期的良好合作经历 我想这应该不是问题 陆卫民笑得很灿烂 卫行侠非常满意 陆卫民的工作效率 在他见过的人中 可谓是最高的 基本上就是说了就干 干了就能干成 就能干好 相较于其他人 动辄谈条件 讲困难 陆卫民的姿态 也让人十分舒服 卫民啊 我知道这种事情 可能不太符合我们政府 不干预企业自主经营的原则 但是南城新区的开发 关系到我们宋州 未来五到十年的发展战略 而且我们也不强迫谁 一定要按照我们市里的意见来办 更主要的是 在各方面的政策上 来吸引对方接受我们的意见 当然必要的工作 肯定也要做 啊 微行侠沉吟了一下 如果是华达钢铁 几个股东 要在玄珠湖畔建设 香格里拉酒店 也同意合作 这就说明 他们对我们宋州的发展环境 非常看好啊 这也可以作为一个 宣传的亮点 吸引更多的投资商 来我们宋州 南城新区来投资 可以让老曹 在这方面好好地做一做文章 应该说 卫行侠的思维 还是相当敏锐而宽泛的 南城新区 铺得比较大 比较开 尤其是一下子 把沿湖山大道 和明珠大道的两条沿线 三十多平方公里 一下子纳入进来 就算是市里 动用各种资源来启动 但是毫无疑问 从目前来看 仅靠市里这点投资 是填不起 也拉不动 整个南城新区的开发的 那么如何来吸引 外来投资者 进入南城新区呢 陆伟民分析过 宋州的竞争力 第一条 还是产业竞争力 没有产业 谈其他都是空想奢望 宋州的工业基础雄厚 门类较为齐全 纺织 钢铁 机械制造 服装 都有较为雄厚的基础 轻重工业搭配得宜 加之风云通讯 落户带动了通讯电子产业 在隋安的兴起 可以说 宋州的产业门类和基础 具备了建成一座大城市的构架 第二条 是宋州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 区位优势就不用说了 地处长江中下游结合部和昌厄丸三省结合部 辐射三省 今代长江中下游连为一体 交通优势就更为明显了 作为昌江省唯一一个地处长江上的油粮内核深水港 再加上昌丸铁路上的宋州编组站 已经建成的昌宋一级公路和正在建设的西宋高速和即将开建的宋一高速 可以说交通优势比省会昌州更优越 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会推助产业优势扩大和城市发展加速 以区位和交通而行的城市比比皆是 这两点是发展成为商贸集散中心的关键 第三条是宋州城市的历史底蕴和城市人口总量优势 宋州城市历史悠久 三国时期就有记录 兴起于唐 即胜于明清 市区内古建筑群落和历史文物古迹随处可见 这也是肖英为什么会对文仪保护处的工作一直恋恋不舍的原因 因为她觉得宋州的文化历史方面 值得挖掘和保护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仅仅是市区内客供筛选挖掘的东西就足以让人流连忘返 城市历史悠久 对于一座城市形成自己魂魄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宋州之所以是宋州而不是长州或者昆虎 那就是因为它有自身特定的历史魂魄 这个历史魂魄决定了宋州的独特韵味 历久弥乡 这也是陆卫民之所以要把宋州 城市总体规划设计的主导权 捏在自己手上的原因 她担心换了别人 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 掀起大规模的拆迁改造 会毁了这座历史古城啊 在富头如此 在宋州亦是如此 所以她竭力鼓动宋州城市中心难移 向南边广袤的浅秋郊区发展 不要再在宋城和沙州这老城区内争夺空间 为老城区留下一段足够人们回味的历史 而这段历史必定会在未来的时日里 绽放出其独有的光芒 而城市人口总量则是一座城市发展的基础 他们对于居住条件改善的需求 构成了房地产市场的刚需 而这将在几年内慢慢释放出来 这也是南城新区第一步启动的内在条件 应该说 宋州各方面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了建设一座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条件 但是并不是说你具备了条件就能如愿以偿的启动起来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宋州的产业经历了游胜制衰 然后再复兴的过程 而如果从97年开始算计 宋州的经济复兴也才刚刚两年 尚处于一个刚刚起步的发展阶段 产业的西剧需要时间 同样财政状况的改善也需要时间 卢伟民有信心 在三年后 宋州的产业经济和财政状况都能有一个较大的突破 但是时间不等人 宋州的城市发展不可能拖到两三年之后 各方面条件都更具备的时候再来启动 想要强占先机 有时候就不能不承担一定的风险先行一步 而这就需要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 来整合一切可利用的资源 促成这先行一步 欢迎收听 游览人听书原创录制 小说关道无疆 作者瑞根 演播左右 事实上 童云松 卫行侠 秦宝华 和陆伟民四人 在整合和调动各方面资源的问题上 都有一个分工 童云松对省力 主要是争取省理政策支持 尤其是城市规划和土地指标这些方面的支持 卫行侠负责协调省理 住市的各个单位 部门的搬迁和新建 秦宝华则负责事属各部门单位 办公用房需要搬迁和新建的工作 以及干部职工及资房规划 而陆伟民任务最终 负责游说本地企业资本和吸引外地资本 来进入南城新区的发展 这几者都是相辅相成的 现在看来 童云松与省理对接的问题不大 宋州振兴早已经纳入省理的规划 所以省理在这方面也是开了绿灯 而卫行侠的工作量相对较小 他是市长 也没有太多精力来铺这项工作 倒是秦宝华和陆伟民承担的压力比较大 不过也恰恰是这两人在工作上的力度 却是最大 卫市长 宣传是必须的 像香格里拉酒店这样的国际知名五星级酒店 进入宋州 也有助于提升宋州的城市定位 我也正在考虑去南越一趟 邀请华侨城方面再度付昌 来考察我们宋州的通资兴业环境 陆伟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华侨城是全国知名开发商 如果能够率先进入宋州 进行城市开发 也同样有助于拉升我们宋州的人气定位 哦 华侨城 卫行侠兴致大增 你还别说啊 华侨城既然能够到昌州去开发 当然也能来宋州啊 不过华侨城在丰州那边 主要是以旅游为主的开发 到我们宋州来 卫市长 不要小看我们宋州 我们宋州的旅游资源并不逊色于昌州 如果说丰州是以山景建成 那我们宋州的水景就可以堪称绝贯天下了 李泽湖天下无二 星罗旗部的小湖泊从市区到郊区 市地公园我们宋州占了全省的三分之一还要多 是全国顶级的官鸟胜地 而华侨城不仅仅是以旅游资源开发为主业 他们最重要的还是房地产业 而旅游地产对他们来说才是重头戏 我相信他们来宋州不会失望的 卢为迷信心百倍 而且我们宋州的历史人文资源 丝毫不比我原来工作的富头长 只不过这么些年来 我们宋州更多的是被工业这一块的光芒所笼罩 忽略了我们宋州曾经一直是多年的文化古城这一事实 如果把这一块挖掘出来 我们宋州有山水之煤 有历史古运 有文化底运 何以不能成为第二个苏衡啊 听得陆伟民这般夸口 卫行侠忍不住乐开了怀了 不管这是不是空想 但是这份想法却是好的 至少敢于想你才谈得上去干呢 好了 伟民啊 咱们也别去谈太远的事情了 工商银行那边我去盯着 中行大楼已经基本敲定 你所说的香格里拉也好 美加也好 新路山大厦也好 归根结底都要落实到这一条上来 那就是湖山大道延伸段和明珠大道的建设进度 湖山大道还好一些 规划是现成的 明珠大道的方案刚下来 最重要的是怎么来募集资金和建设明珠大道 崔阳福和我说了 市城建发司撑不起明珠大道 他们能和市郊建发司把湖山大道延伸段撑下来 已经是极限了 也就是说明珠大道第一阶段八公里 以及太湖立交桥 谁来建设呀 卫行侠不入正题 脸色也转为严肃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底呀 谁愿意来干呢 看着卫行侠的表情 陆伟民心中也是苦笑 对方的口吻不是问谁愿意来干 而是问谁愿意来当冤大头 卫市长 现在我心里还没底 但是总得要去找啊 有咱们宋州市财政兜底 我估计肯定还是能找到的 关键在于电子的时间和方式 这是一个难题 陆伟民也知道 这有点坑人 但是宋州一下子铺开这么大的基建规模 固然会惹来无数人垂涎三指 都想来干 但是只要把电子条件一说 估计就走得所剩无几了 宋州在外界信誉并不好 尤其是前几年的情况 外界大多知晓 这两年宋州才算是缓过气 但谁知道是不是昙花一现呢 这个坑可不小啊 一栽进去 兴许就爬不起来了 梁炎看了一眼堆砌在桌上 林林总总的十多份标书 若有所思的摇摇头 把身体靠在沙发背上 呆呆的发了一会儿神 不知道在想什么 一直到马俊成来 梁炎才有神游天外中收回心来 俊成来了 马俊成随手拿起 搁在梁炎书案上的标书 看了看 又拿起几分 忍不住笑了起来 严格 好事送上门来 反而不敢相信了 好事 真是好事 你觉得陆卫迷会主动给我发邀请啊 我扑上去 他就给我一个闲人止步的表情 让我保持距离 梁炎笑着打趣 听说你前段时间就去了宋州 接了活了 干得怎么样啊 马俊成自打自己 组建了原林景观设计工程公司之后 就对这边没太多关注了 虽然还是昌达实业的股东 但是昌达实业在梁炎手中发展得很不错 而梁炎也是一个比较守规矩的人 基本上每季度的公司季度报表都会做得很规范 而马俊成也有留人在昌达这边 所以二人的关系未见疏远 反而因为各干一行 而且又互有联系 关系变得更加随意 亲切 怎么说呢 不能说陆卫民不仗义 就是这家伙脑瓜子太好用了 我找过他 他也替我推荐了 也拿到了两个项目 关键在于收款 马俊成笑了起来 时间拖得太长了 而且在合同里也明码标注 让人有点吃不消啊 梁炎也笑了起来 拿起珠爱上的几份标书 摇了摇 这不都是吗 其他什么都好 就是付款时间 太苛刻了 这是在拿我们建筑上的骨头 熬我们的油 最后一笔款项支付时间 要推到所有标段建成之后 一年半以后 谁受得了啊 如果昌达在丰州这边的工程量还够 那就不必去趟这水了 说实话 宋州南城新区的规模体量很大 而且是齐头并进 多个项目同时开工 不是三五家建筑公司就能够吃得下来的 我了解了一下 光是道路管线这些基础设施建设 林林总总至少要十几二十家 有实力的建筑公司才能吃得下来 没有上百亿的投资 干不下来啊 就算是绿化景观这些附属工程 我粗略的算了一下 最起码也得是几个亿的投资 我一样是怦然心动啊 但是一看他们的条件 心里就凉了大半截了 我估摸着百分之九十的人 都和我的感觉一样 看样子 严格你也不例外啊 马俊成撕开一包中华 丢给良言一只 自己点燃 妈的 做生意啥都没学会 就是烟酒这两行给染上了 军长 你怎么考虑的 几个亿的绿化景观工程 你没有一点心动啊 良言不动声色的点燃烟 吸了一口 慢吞吞的道 太能不心动吗 如果真能在几个亿的工程中 拿到几个像样的大单 我这家公司立马就可以脱胎换股 不说其他 就是论资历 那也有点底气啊 问题在于资金上撑不撑得住啊 到时候能不能拿到款呢 马俊成 没风昼旗 我粗略的算了一下 两三年内 宋州至少要砸进去上百亿的基建投资 宋州市财政 撑得起吗 三年后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建成就涉及到大笔工程款的支付 宋州市政府拿什么来付 他们要是再拖个两三年耍个赖 我们怎么办呢 甭管是打官司也好 通过其他渠道也好 这成本就太高了 而且利息也不能不算呢 嗯 说穿了 你就是担心到时候拿不到工程款吧 良言微微点头 我相信宋州方面最起码不会差你 尤其是在你站里的情况下 而且绿化景观这一块体量算下来 要和那些修路剑桥的大动作相比 都是小儿科 严格不好说呀 能挤进场的赶进场的 都是有点底气的 要么就是资金雄厚拖得起 不怕宋州市政府拖一年两年的 要么就是看好宋州 存心就是要在宋州打开市场 所以来成场面的 再有就是背景深厚 不怕宋州市方面耍花招的 可咱们哪一样都靠不上啊 马俊成摇了摇头 一脸苦涩 我查了一下宋州市财政税收的情况 97年 宋州市财政收入才11亿多点 去年财政收入比较大 达到了14亿左右 十多个亿 三到五年内 却面临上百亿的基建投资 宋州市政府就算是卖血 也支付不起啊 俊成不能这么看哪 良言不同意对方的观点 宋州那帮当官的 也不是一时头脑发热 一百多个亿的基建投资 都是靠建筑商来电资建设 显然不可能 就算是分成三五年来 但那也是每年 二三十亿的基建投资 以宋州目前的财政状况 他们根本玩不转 所以他们肯定有他们的考虑 开发南城新区 那么那一片土地的价格 肯定会迎来飞涨 这恐怕才是 宋州市政府底气所在啊 另外你也看到了 宋州市财政税收增速很快 这证明宋州的产业经济 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这也是宋州市政府 另一个底气所在 所以我个人认为 宋州敢玩这么大的动静 是由他们自己的考量的 你是说这么巨量的投资 他们是量入为初 精心算计过的 马俊成不太相信 我认为是这样 你我都接触陆维民这么久了 这小子多精明的角色呀 宋州南城新区的开发 就是他在主导 他会把这场政绩盛宴 玩成烂尾吗 他不为别人考虑 也得要为他自己考虑吧 宋州现在的市委书记 是省委书记的老部下 关系非常密切 市长是省委书记的前任秘书 如为民敢给这两位上眼药吗 要是真成这样 本管他离不离开宋州 只要还在长江 他就别想翻身了 我觉得他不会如此不智的 良言的观点让马俊成有些意外 他思索了一下 试探性的问道 那言格 你的意思是 长达十业准备要进入宋州这盘棋了 这么大一盘棋 不进去也许就意味着失去了机会 可能里面还会有风险 但是还是那句话 风险和机遇并存 如果能够确定宋州市政府具有支付能力 长达十业为什么不进去分一勺羹呢 良言悠悠的道 这 如果到时候宋州方面撑不住 那我们可就是喊天天不应 喊地地不灵了 马俊成脸色变换不定 其实他今天来这里 就是想试探一下良言的打算 凭着父亲的影响 马俊成早就打定主意 不能缺席这场盛宴 虽然也还有些担心 宋州市政府的财政支付能力 但是正如良言所说 接触陆伟民这么久 陆伟民好像还从来没让人失望过 基于个人的信任 这个闲都值得吗 俊成 我的意思呢 也不急于一时 我想会有很多和我们一样 抱着疑虑担心的人 我都说了 关键在于 宋州市财政的底子 宋州财政增长点在哪里 一个是南城新区开发出来的土地增值价值 一个是宋州产业经济发展 带来的税收增加 关注这两点 就能知道宋州的底气足不足 良言笑着拍了拍马俊成的肩膀 南城新区要开发起来 不容易 前期大家肯定都会观望 谁先入局 这很关键 要想让大家有信心 我估计宋州市方面肯定会有一些大动作才对 不急 可以看看 良言没有猜错 陆伟民也很清楚 要提振大家对南城新区的开发信心 宋州市政府必须要有让人振奋的大动作 他也知道 很多人现在正在观望 也有很多人在私下里讥讽嘲笑 甚至市里市外 包括省里的一些领导和相关部门 都对宋州推出这么庞大的城市新区建设规划 充满了怀疑 宋州内部也一样有疑虑情绪 倒不是说不欢迎宋州的城市发展建设 而是担心宋州这样急匆匆的 紧敢慢敢推出这么一个大的构架 能行吗 沉沦了这么多年的宋州人 早已经没有了昔日的风采和信心 甚至也对宋州这两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 充满了担心 神怕这是昙花一现 过眼云烟 这么多年 他们期盼太多 但是得到的失望太大 所以现在 他们反而有些怕这一切都是虚幻了 来自外界 甚至是高层的质疑 更增加了他们不少不自信 你宋州不是昌州 三十多平方公里的所谓南城新区核心区 一口气推出 功能板块花花绿绿的推出一大堆 甚至还预留了所谓的CBD中央商务区的构想 你这是要逆天哪 昌州都不敢提 你宋州才多大点经济体量啊 就敢冒这个大话 你也不怕别人笑掉大牙呀 你们宋州市政府领导 懂不懂CBD中央商务区是个什么含义 CBD这三个字母 各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遭遇种种非议 怀疑 甚至责难 陆伟民早有所料 事实上 在探讨南城新区第一阶段的核心区问题时 36平方公里的面积 也曾经让尚全智和铜云松都为之色变 以至于在确定下来之前也是几经波折 一直到铜云松和卫行侠大班子 在卫行侠的一力支持之下 铜云松才算是下定了决心 而所谓预留的中央商务区 也是在这个时候提出来的 CBD是个好东西 对于提振一地经济 壮大产业 升级城市 有着无与伦比的好处 但是 好东西不是随便哪个地方都能玩得起的 按照前世中的理解 一座城市 其地区生产总值没有达到2000亿时 中央商务区一说 最好提都不要提 宋州现在根本就不具备这个条件 即便是五年后 陆伟民认为 宋州也还不具备这个实力 98年 宋州GDP最终实现突破22.8%的增速 地区生产总值实现了120亿 今年 宋州经济增速会进一步提速 尤其是受到苏桥 随安 陆成 陆西 这四个区限的高速发展带动 加上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拉动 加上国内经济向好的总体因素影响 陆伟民判断 今年 宋州的经济增速可能会接近70% 地区生产总值 有望突破200亿 200亿和2000亿之间的差距 看起来不可以道理计 就算是今后三到五年内 宋州都保持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速 陆伟民觉得 宋州到2002年时 能突破450亿 就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水平了 到了2004年 能逼近900亿 这就是一个极为可观的数目了 而这距离2000亿还差得很远 所以说 宋州要谈CBE这个奢侈品 陆伟民预计 至少要到2006年以后 才能看看有无希望 当然 这只是陆伟民的一个粗略估算 这个估算是建立在宋州经济发展 不太平衡的基础之上 像苏乔 隋安 陆成 陆西 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通道中 而叶河 猎山 则有一些发力的迹象 尤其是叶河 而余下的几个区限中 宋城 沙州 泽口 紫城 西塔 以及开发区 则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 尤其中 尤其是宋城 沙州 开发区 这本来应该是宋州经济发展中正当的主力 现在居然集体熄火 暗无声息 这也极大的拖累了宋州经济增长 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让宋城 沙州 以及开发区 这三个发动起来 那么宋州的经济增速再提速个百分之一二十 不在话下 卢卫民已经和秦宝华商议过 建议秦宝华认真对宋城和沙州 以及经开区调研一次 了解一下这几个区的领导班子 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究竟是班子问题 还是客观问题 这需要好好的分析研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宋城 沙州和经开区不具有可比性 毕竟大项目带来的拉动投资效应无可比较 但是 向陆西和陆城的高经济增速 与宋城 沙州和经开区相比 就有点让人难以接受了 陆伟民也是看出了这一点 才提议秦宝华可以好好分析 研究一下其中的原委 对于陆伟民来说 当务之急还是南城新区的开发建设 没有像样的动作来拉动 难以吸聚人际 凝聚信心 为此 佟云松 卫行侠和陆伟民三个人也研究了多次 如何来实现这第一炮的打响至关重要 新路山集团的建设以及每家百货的合作只是其中很小的一环 华盛集团与远东实业合作建设两栋遥遥相对的双子楼 一栋命名为华盛大厦 一栋命名为远东大厦 很有点和马来西亚双子星塔 以及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聘美的味道 当然在宋州不可能弄个像吉隆坡那样88层的双子塔 更不用说纽约世贸中心110层了 按照何坑和林家的构想 建成两栋33层的高楼已经是相当可观了 华盛大厦勇于与香格里拉酒店合作 而远东大厦按照远东实业的想法 除了作为远东实业的办公楼之外 还要把这个远东大厦打造成为宋州第一栋甲级写字楼 新鹿山大厦是建在湖山大道延伸段上 而远东大厦和华盛大厦则是规划在明珠大道上 按照陆伟明的构想 这些地标建筑不宜太过于集中 这样无助于整个市区的开发拓展 而是要适当地拉开距离 当然拉得太开也不合适 无法起到聚集人气的作用 而靠得太近则不利于资源的充分利用 陆伟明也向风云通讯发出了邀请 问齐震东 有无兴趣在宋州未来的核心区拿一块地 来建设一栋写字楼 按照陆伟明给齐震东勾画好的美好图画 这个时候可以享受与其他投资商一样的政策 而在未来的五到十年之后 这个区域将会迅速发展成为宋州的中心城区 无论是地价还是房价 亦或是写字楼的租金 都会上升到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这让齐震东也有些动心 风云通讯今年一至四月的手机出货量 已经达到了惊人的二十万部 由于前期在零部件的准备上下足了功夫 所以配装流水线基本上是建成之后 就直接进入了满负荷的生产状态 所以产能迅速提升 大大超出了预期的预想 随着国内手机市场进入了黄金时期 只要宣传到位 而手机本身有部署于歪瓜裂藻那一类 销量基本上都不是问题 二十万部手机出货 给风云通讯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现金流 而两个多接近三亿的现金迅速回笼 也加速了风云通讯 进一步扩大生产能力和研发能力的胃口 不过齐震东对于在宋州建风云大厦 还是有点疑虑 认为与其在宋州建不如在昌州建 这也让陆卫民很是郁闷 在陆卫民提出的 如果在宋州建成风云大厦的前提下 陆卫民可以考虑 让宋州商业银行 成租风云大厦的部分楼宇 同时陆志华也提出 如果民生银行要在宋州设立分行的话 也可以考虑成租宋州风云大厦 这才让齐震东有些动心 齐震东不是没有考虑过 将风云通讯的研发总部设立在宋州 但是考虑再三 他还是否决了这个想法 宋州的条件现在看起来比昌州还是要差一点 尤其是在科研力量上 昌州要比宋州强出了不少 研发总部最主要的还是要考虑这一点 如何能够最便捷 有效的吸引到有价值的研发人才加盟 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这一点上 宋州想要追赶昌州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过齐震东最终还是同意建设一栋 18层的风云大厦 风云通讯的行政总部 还是会放在宋州 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至于研发总部 还要等到下一个阶段再来考虑 这其实也是变相 违反拒绝了宋州方面的邀请 除了不遗余力的邀请室里面 这些能够拿得出资金来的企业 参与开发南城新区外 陆伟明要广撒英雄铁 邀请省内外 各家具有实力的开发建筑公司 参与到南城新区的开发建设 各种广告宣传也开始预热 只不过要达到市里面的预期目标 还有很远的距离 这也才有了陆伟明 要再度拜访华侨城的想法 莫书记 运士长 谭秘书长 我敬你们三位一杯 红光满面的男子战起身来 毕恭毕敬的端起酒杯一言而尽 我先干了 你们随意 坐在手座的二人看得出 性质也还算不错 对于下手这位敬酒者也是举杯示意 免了一口酒 挨着男子而坐的黑矿眼镜男 倒是挺客气的喝了一大口 老朱 这个项目拿下了 你可要好好干哪 别给莫书记和运士长丢脸 放心吧 谭秘书长 我懂规矩 哪怕不赚钱 我也要给莫书记和运士长把颜面撑起来 男子忙不迭的点头 请过呀 宋州的城市总体规划设计 你看过了没有啊 微微徒顶的矮胖男子 身上一件长袖衬衣 显得有些紧绷 最上面的扭扣是解开的 脸上有些疲惫的表情 偶尔透露出一丝惊悍 莫书记 我看过了 构架很宏大 是同州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搞的 是有些看点 我听说这段时间宋州折腾得挺来劲啊 被叫做廷国的男子 脸上露出一抹深思 似乎在琢磨着什么 构架挺大 构思精美 不过我也看了 他们一级核心起步区 就是三十多平方公里 据说那是一片以丘陵为主的远郊区 三十多平方公里呀 就算要起步打造 这笔投资也是令人砸舌呀 清国 你觉得宋州这一次是要搞什么名堂啊 放卫星吗 土顶男子抹了抹下河 若有所思 运亭国沉默了一下 似乎是在掂量着这个话题的分量 好一阵后才说到 莫书记 应该说宋州的这个想法还是很有气势的 宋州是国务院确定的较大城市 现在宋州的城市建设搞得很差 比起昆虎和清西这些地级市远远不如 零散而狭窄 所以宋州市提出要再造宋州 以这个南城新区为契机 我觉得还是抓住了牛鼻子的 莫记成点点头 虽然对宋州很看不上眼 但是对于省内唯一一个从法律地位上 可以和昌州相抗衡的宋州 他还是有些警惕的 倒不是说担心宋州赶上昌州 现在昌州的经济总量是宋州的三倍多 任凭宋州怎么追赶 十年之内宋州想要赶上昌州 那都是想也别想 尤其是越往后 各自的经济体量会越大的情况下 想要追赶就更困难了 但是宋州的动作很大 能吸引到省里面的眼球 而且甚至还能吸引到中央的眼球 去年的洪水 甚至都被宋州这帮家伙给利用起来 弄得中央还特批了一个钢铁项目给宋州 虽然只是民资钢铁项目 中央并未投资 但是钢铁产业是所有工业的粮食 一个钢铁项目会带来多么大的变化 莫及城知道这里面的分量 现在宋州又突然折腾出来 这么一个气势磅礴的再造新城方案 连省里都对宋州这个方案为之惊艳 昨天在省委常委会议上 高进和花又兰都谈到了宋州今年的经济发展走势 一个大谈特谈宋州的产业布局 一个对宋州新城的规划赞不绝口 听得莫及城内心憋屈啊 这两个家伙也不知道宋州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汤了 让他们这般卖力的吹捧宋州 莫及城一直看不上宋州 在他看来 一个经济总量还排在全省中下游的地级市 无论你以前有多么光鲜 无论你有什么想法 实力就限制了你的格局 你怎么玩也玩不出多大的花样来 但是后边 荣道生和邵敬川也都点评了宋州的新城规划构想 所以不能不让昌州这个全省的老大感到了一丝压力 他需要评估一下 宋州拿出来的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那么神奇 抓住了牛鼻子 听过 你的意思是说 宋州这个新城建设规划还是很有针对性 是符合他们宋州现实需要的 墨迹城脸色变得郑重了一些 嗯 怎么说呢 宋州城市建设一直滞后 在全省屡次受到批评 我记得前几年 我还在京开区任职的时候 省里搞了一次各京开区的经验交流会 也邀请大家到了几个京开区参观考察 我去过一次宋州 大概是三年以前吧 说实话 宋州给我的印象很差 不是一般化的差 我觉得宋州与昆虎和清溪这些城市相比 在城市建设上至少还有三到五年的差距 和我们昌州当然就更没有可比性了 运廷国说的还是比较客观的 嗯 这么说 童云松和卫行侠还是有些眼光和思想的吗 墨迹城脸上浮起一抹微笑 嗯 不过我也觉得宋州的这个新城规划 还是有些问题的 或者说宋州市委市政府 可能是有点高估自身的能力了 贸然提出这么一个庞大的新城建设规划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考虑的 但是最起码这会给宋州财政带来很大的麻烦 运廷国不是无能之辈 一眼就看出宋州这个宏大规划中存在的问题 三十多平方公里要打造出来 才何容易啊 那都得要真金白银堆砌出来 宋州年财政收入才多少啊 十来个亿吧 这三十多平方公里没有一两百亿的投入 他就能填地变城市了 这一百多个亿的投资从何而来啊 我知道宋州搞了几个政府融资平台 但是这个融资平台说到底 无外乎就是土地增值变现和财政兜底 那还都是需要底气才能行的 现在宋州市区的地价多少钱一亩啊 定高了没人要定低了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啊 更何况有没有人要啊 有没有人愿意来买他的地投资呢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需要一个强大的第二产业支撑起第三产业的发展 才能说得上市区的发展 而就现在而言 宋州根本就不具备这个实力和底气 他们未免想的太简单了 运廷国分析的很到位 就算是陆伟民在此 也要承认运廷国这番说辞是切中了要害 不过这只是从常理上来说 中国的黄金十年发展期 是任何一个常人都难以想象的 其发展势头也是其他国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无数人回顾历史都觉得无法相信 中国在98年到2008年这黄金十年中 是如何做到了一直保持如此高增速的增长 运廷国的话让墨济城很满意 他一直很怀疑宋州的胆气在哪里 以一百多个亿的GDP就敢撬动一百多亿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这太疯狂了 哪怕是分成几年内投资 但是对于一个财政收入不过才十来亿的地势来说 一年几十个亿的基础设施投资 这也太离谱了 就算是大跃进 似乎都无法做到 听过呀 宋州市委市府在这方面有点超前了 适当超前是好事 但是过于超前 那就要出大问题 谁挖的窟窿都要自己去填 再了跟头再来反思 不太合适啊 墨济城淡淡的道 不过我听说 宋州去年到今年的经济增速还是颇有看点的 看来宋州也不完全是头脑发热 狂妄自大 还是有些底气吗 墨书记 您说的我也了解 宋州去年搞到了一个华达钢铁项目 预计投资会有一二十个亿 如果全面建成投产 估计一年产值也能有二三十亿 还有一家风云通讯 也就是原来的宋州通讯器材厂 本来是邮电部直属企业 经营不善改制了 被一家私营企业兼并 现在这家企业借助通讯器材厂的手机生产牌照 打开了局面 加上正赶上了现在手机市场的火热 所以也算是火了一把 据说年产值也能实现十亿左右 这大概就是宋州的底气吧 运廷国轻描淡写的说道 如果只是这么两个项目 就能把宋州的经济提上一个层次 那未免也太儿戏了 我们昌州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是14.5% 如果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速 今年我们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有望突破470亿 明年我们的目标是要冲击550亿 就这样 如果要望谈CBD 我觉得都有点太过于寒碜了 没想到宋州居然也敢说这种话 不管做什么 一切都要以实力来说话 对于一个地方来说 实力是什么呀 就是经济总量 你经济总量拿不起来 你财政税收拿不起来 老百姓收入就上不去 一切都是空谈哪 墨济城摇了摇头 宋州建新区 想法是好的 但是做法上 就些脱离世纪了 当政者不可头脑发热 好高误元 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 自食其果 我看我要在合适的时候 给少书记和容生长泼泼冷水呀 以免以后又是一地鸡毛 弄得高高兴兴开工 漆漆残残残残离场 欢迎收听 晚饭后 墨济城和市委副秘书长 市委办主任谭宗林先离开了 运亭国却没有离开 他需要好好整理一下思绪 宋州的城市建设规划 的确有些问题 在运亭国看来 起点太高 架子太大 步伐太大 这些都是弊病 猛然间丢开老城区的发展 一下子扑向新城区 这种做法显得太过激进 这都还在其次 关键在于 36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建设 从获知宋州出炉了 这个城市总体规划之后 他就很关注 无他 因为他知道 那个小男人是宋州市常务副市长 而且现在更是宋州市委副书记 兼常务副市长 虽然从内心深处不愿意相信 宋州这个规划能够顺利推进 但是运亭国内心深处 还是有些说不出的忌惮 因为据他所知 整个宋州的城市总体规划设计 就是出自陆卫民之手 而尚全治 童云松和卫行侠 都是逐一被陆卫民说服 接受这个方案的 云庭国很清楚 宋州的这个城市规划方案 一旦顺利成功 那么宋州的城市经济 就可以上一个新台阶 这样庞大的一个城市综合新区 如果真的按照规划建设起来 那么其对整个城市经济发展的助推作用 是可想而知的 纵然还不能说与昌州相提并论 但是云庭国相信 绝对可以对昌州的地位造成威胁了 他真没想到 夏立行的这个秘书 几年前那个横刀夺爱的穷县县长 居然真的一下子成长成为 可以和自己比肩的角色了 这让他真的有些难以接受啊 世事难料 回想起那一晚坐在车里 看见陆卫民淡定从容的步入单元门中 而后方刚下来和自己的一番话 云庭国心中也是无限感触 他不确定纪宛如和陆卫民之间有什么关系 但是他可以肯定 以陆卫民当时的身份 要是知晓了纪宛如的情况 绝对不可能和纪宛如有什么将来 顶多也就是和陆卫民 有点和自己一样 见不得人的私情罢了 但是就是这种说不出的滋味 竟然让云庭国有点实不甘味的感觉 一种让他有种被羞辱的感觉 纪宛如明知道 他不可能和陆卫民有什么未来 却愿意和陆卫民一个穷县县长 搅合在一起 也不愿意和自己再续前缘 这种羞辱让云庭国相当的不好受 这也让他对纪宛如的占有欲 越来越强烈 连他自己都意识到 自己心态有些失常了 一直到张静怡落入告终 方才烧解 之前他从未将陆卫民放在眼里 在他想象中 陆卫民无外乎就是平集了夏立行的余音 再加上在县长的位置上利用了夏立行给他的一些资源 所以才能让双方那种穷乡僻壤翻身大便 但是当陆卫民升迁到复头担任县委书记之后 运廷国的观感就发生了变化 夏立行已经离开了长江 纵然还有点剩余资源 也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县的崛起 而复头的高速发展 即便是在全省 也是让人刮目相看的 哪怕他的经济总量基数再低 但是连续两年反反式的增长 那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 换了自己一样未必能行啊 而且陆卫民从复头跨越式的跃升到宋州 担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之后 运廷国顿时就觉得自己 以前是小觑了这个家伙了 如果说在县处级干部岗位上 陆卫民只能说是崭露头脚的话 那么一般跨入副厅级干部岗位 就非比寻常了 他从政处级干部走到副厅级干部岗位 足足用了七年 而且已经是相当快的了 而对方仅仅用了四年多的时间 按照这个速度 对方步入和自己一样的正厅级干部岗位 只怕也是指日可待了 这不由得使他感到心惊 正等他用一种警惕 审慎的目光观察这个家伙时 这家伙居然摇身一变 变成了宋州市的常务副市长 虽然级别未变 只是工作分工发生了变化 但是同样坐在 昌州市常务副市长位置上的他 却深知这里面的巨大差异 他从市委常委 经开取党工委书记的位置上 走到常务副市长的位置上 足足用了四年 而对方只用了几个月时间 虽说这其中有机缘巧合的因素 但是若没有深厚的底蕴 就算机遇到来 也只会和你擦肩而过 韵庭国很清楚这个道理 当宋州的城市总体规划方案 出来的时候 他就知道陆卫民又不甘寂寞了 连韵庭国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怎么就在不知不觉中 开始关注其宋州的情形来了 要说宋州的经济总量 97年还不到100亿 去年也不过刚120亿 距离宋州的412亿 还差至天远地远呢 但是韵庭国却总有那么一丝不安 也许是因为都是常务副市长的缘故 这种角色对位 让人下意识地产生了一种警惕感 宋州去年的两大项目 韵庭国口说无关大局 但内心他却是清楚 这两个项目 及其附属关联项目 足以为宋州增加四五十亿的产值 如果进一步扩张发展的话 达到七八十亿的产值 也不是不可能 这对于宋州来说 几乎就是一跃上了一个大台阶 直逼排在全省第三第四位的清晰和贵平 距离第二的昆湖也并不遥远了 这几乎就是重新改变 长江经济格局的一笔 如果现在宋州这个城市总体规划设计方案 能够按照宋州自己所描述的那样美好的推进 那么韵庭国可以断言 宋州经济超越昆湖不是什么虚幻 而会在三五年内变成事实 关键在于 这个方案能不能像宋州自己描述的那样 真的变成现实 韵庭国的手指在茶几上 无意识地轻轻敲击着 那份方案和宋州方面所做的表述 他都看过几遍 同样他也知道莫书记也很重视 也同样看过几遍 莫济城的嗅觉还是相当敏锐的 当宋州和省委提出 要打造长江中下游结合部节点城市 和长厄湾结合部区域中心城市 这个构乡时他就意识到了 宋州的这个构乡 已经对昌州的地位造成了极大威胁 虽然这还只是一个远景构乡 但是如果昌州不加以重视 那么必定会付出代价 一旦对昌州的地位造成威胁 那么省里的各项资源都会有所倾斜 昌州就不可能再像现在这样 对其他地市的竞争时 游刃有余的占据主动先机了 无论是招商引资 还是各项政策资源指标的分配 省里就不会一味的向昌州倾斜 这一点谁都明白 要想继续保持这种主动先机 那么昌州就必须要巩固对省内其他地市的绝对优势地位 让其他地市难以忘记向背 而要实现这一点 既需要昌州自身的努力发展 同样也要从其他方面来挤压省里 因为宋州提出这个构想 而打动省里可能给予宋州的各种资源倾斜和支持空间 听起来有些残酷而现实 但是最真实的一面 手快有 手满无 你多占一分 那么他就少占一分 就像财政补贴 或者土地指标一样 给昌州多了 那么可以给其他城市的就会少 就这么现实 你一个人坐这里发呆啊 张静怡到来时 看见运亭国一个人出神地望着窗外 这里是运亭国最喜欢来的地方 篇出一域 一个折叠门将这一角与周围的环境隔离开来 宽敞的落地玻璃 让阳光可以尽情地洒落在靠窗这一面的地毯上 而坐在靠里面的沙发上 可以进来忽光秀色 搁下昆包 张静怡抹了抹额迹散落的发丝 见对方没有吭声 有些奇怪 怎么了 没什么 刚才想神 想得有些出神 运亭国回过味儿来 微微笑道 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还在忙后天的回忆方案啊 啊 催得急 东西多 要准备齐全 不能出差错 不敢疏忽啊 张静怡淡淡地道 什么事啊 让你想得这么出神 我看你脸上的表情 好像很有些古怪呀 张静怡是先于运亭国调到长州市政府办公厅的 不过两人相隔的时间不太长 三个月后 运亭国就出任长州市常务副市长了 运亭国笑了笑 端起茶中 勉了一口 你说呢 张静怡立即反应了过来 微微粗眉 宋州那个城市总体规划方案 不至于吧 你不是说宋州那个方案有点好高骛远 不切实际吗 怎么还让你这么牵肠挂肚啊 至于吗 运亭国摇了摇头 不能完全那么说呀 我认为宋州的这个方案 从常理来判断 的确是有些问题 用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动投入 这是需要建立在财政供给具有相当实力 和产业基础有足够雄厚的底气前提下的 我觉得宋州现在还不具备这个条件 他们有点亚苗助长的感觉 但是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 难道说宋州市委市政府一帮子人就看不见 还是被冲昏头脑了呀 张静怡笑了起来 那你究竟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就是有些想不通 总觉得有问题 但是又感觉对方不可能这么不治 所以感觉很矛盾 运亭国自我解嘲道 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对宋州这个构想 这么感兴趣了 张静怡深深地看了对方一眼 这个方案好像是陆卫民推动起来的 陆卫民这个人我了解 胆大妄为 但是还有一句话 谋定后动 所以我觉得他既然要推动这么一个庞大的规划实施 也肯定有他的倚仗 也许吧 所以对我们昌州的城市总体规划 我就觉得有点汗言了 墨书记吃饭的时候也问起了宋州的这个规划 虽然没说什么 但是我感觉还是有些触动 我也在自我反省啊 是不是我们昌州的规划有些跑手滞后了 但是我又觉得我们昌州的情况和宋州不一样 面临的问题也更多 如果去学别人 也许就是东师孝平 邯郸学步了 运亭国也有些苦恼 吃饭的时候 墨继城虽然没多说 但是他能感觉得到 墨继城还是被宋州这个规划构想给触动了 而且触动还不小 否则他不会在前一段时间才和自己谈过这段事情 今天又专门提到这个问题 以往他可从来没有把省内其他地势的那些动作放在眼里 都是盯着南京 武汉 重庆 成都 这样的城市 作为追赶目标 最次也得是长沙 合肥 郑州 这样和昌州条件相弱的城市 但是这次 运亭国感觉 墨继城的表现 有些不太一样了 不但是墨继城感觉不一样 运亭国也有一种预感 宋州这一轮的城市新区规划建设 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不切实际 好高无援 而更像是一招先发制人的狠招 只不过这一招走得很险 显得让人有点无法接受 见运亭国很罕见的这般纠结 犹豫 张静怡也吃惊不小 在他眼里 运亭国一直是那种风轻云淡 波澜不惊的气度 无论是发怒 生气 还是嬉笑颜开 这种行诸余外的情况 很少见 像今天这样有些烦躁纠结的表情 更是第一次见到 老运 真的为这事感到困惑 要不我问一问陆卫民 他们势力是怎么考虑的 张静怡忍不住道 你问 运亭国终于输了一口气 摇摇头 耐人寻味的道 我估计这个方案 他们拿出来 自己都未必有多大信心 也有点走一步 看一步的味道吧 但是我得承认 宋州这一步 走得虽然险 但是如果这一步走对了 那么对宋州的发展 的确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如果踏空了 那付出的代价 也不会小 这很有点像是在赌博 可搞工作 如果一味用赌博的方式 来推动 那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现在 我不好置凭 他们宋州的这个构想 唯有冷眼旁观 看看他们宋州 下一步在执行推进 这个计划时 会发生什么 张静怡听出了 运亭国话语里的不看好 扬起眉毛 老运 我说了 陆伟民做事 向来都是谋定而厚动 从不打无准备之仗 他敢这么做 恐怕有他一定的把握吧 我觉得陆伟民他们 肯定有什么后手 不会这么冒冒失失的 就把方案提出来 而没有任何实施计划上的考虑 运辩 未必啊 宋州不是双方 也不是富头 一个地级市和一个县份的差距 是很大的 如果想要把他在县里那一套 搬到市一级来找葫芦画瓢 恐怕他会失望的 运庭国不同意张静怡的看法 当然了 也许你是对的 陆伟民能一步一步走过来 也不是侥幸 我们且拭目以待吧 如果宋州的这个构想计划 真的成功了 我想我们长州 也许就该有所改变了